注意看 他本是赫赫有名的姚国赤焰大将军展天白 如今却在一厢院被人五花大榜 沦为即将被拍卖的小官 等待着成为其他男人男宠的命运 由于他男生女相 太过美艳 此时一个男人忍不住要对他动起手来 就在这时 曾经的宿敌端木里驾到 瞪了一眼 那个男人便差点尿了裤子 面对这个一生之敌 展天白恨意十足 却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异族血脏 激动时导致双眼变红 让曾经的敌人更加喜爱 随后端木里告诉他是自己的计策 让他被姚国君主怀疑 才造就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面对这绝美容颜 端木里毫不在意被他咬破的手指 捏起他的上巴 告诉他 愿意给他机会跟随自己 却被淬了一脸自己的血 很好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看你的骨气印还是我的手段印 随后端木里表示三个数 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求自己买下它 只属于自己 要么自己出钱 大家一起上 台下众人表示 王爷好心机 闭眼都知道选啥 一 二 三 展天白 你是我的 我选他们 快看 这个曾经威名远播的大将军 如今被俘 你愿选择做一群男人的玩物 也不愿跟随帝国王爷吃香喝辣 端木里万万没想到 展天白竟然真的选择了 那群猥琐的男人 他愤怒地掐住展天白的脖子 你当本王说话不算数吗 看到端木里气急败坏 展天白很高兴 面对端木里又一次问话 狠狠地嘲讽了他 死都不学你 台下众人表示 咱们老百姓 今儿个真高兴啊 端木里松开手 好样的 既然你自己想被玩死 只听咔的一声 端木里斩断锁链 给展天白披上外衣 看着一脸疑惑的展天白 把他扛了起来 表示老子说话就没算过数 王府深夜 端木里粗暴的一脚踹开大门 狠狠地把他丢到床上 展天白吃痛 啊了一声 问道 你想尬哈 我没悬念 看着端木里握住腰带的手 和那双发绿的眼睛 展天白心中有了猜测 怒道 你可以杀我 但不能怕我 不过端木里太高兴了 你知道吗 当初的姚国 除了你全是垃圾 看你的第一眼 本王便想着这一晚 你还记得你那次设计 灭我精兵三万 杀我罪得力干将的是吗 展天白低下头 你这是报复我吗 端木里抓起他的后脑勺 不 你让我另眼相看 这是褒奖啊 展天白生气急了 愤怒地打开他的手 却被他抓住手腕 然后绑了起来 曾经被陷害 喝过御刺毒酒 武功全尸的他 又怎能逃得掉 端木里英俊的面容上 发绿的眼睛望着他 你越挣扎 我越兴奋 啊 只听展天白一声尖叫 大吼你这个畜生 然后抓紧那红色的床单 陷入了回忆 那是当初两国战士 刚起的春天 端木里倒着美酒 看着老妈子和一群小馆 雍之俗粉 咦 端木里 看向另一边 这个有些特别 老妈子机智地叫住 一身红衣的展天白 小白 你过来 快点 妈妈我都快吓死了 快去让王爷高兴高兴 看着展天白眼角的泪质 端木里痴迷了 什么 曾经威名远播的大将军 竟然变成了敌国亲王的男妾 难道这就是招惹他的报应吗 回忆中 端木里抱起展天白 放在自己的腿上 你怎么蒙着面纱 展天白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长得丑 端木里一把拽下面纱 展天白惊呼出声 赶紧遮挡面部 端木里看着他 你愿意陪本王喝一杯吗 展天白接过酒杯 当端木里确认展天白 是干净的厨艺后 哈哈大笑起来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便叫展天白上楼 说吧 率先走上楼梯 展天白回头看了一眼妈妈后 便低着头跟在端木里身后 端木里入座后 拍了拍自己的腿 快到爸爸腿上来 展天白红着脸走过去 端木里抱着展天白 却发现他的身子并不雷入 很结实云衬 便询问起展天白的过往 展天白回道 我是云南的 云南怒僵的 爹爹被打死 自己被拐卖 端木里赶紧心疼地抱住他 不说那些了 然后两人喝起酒来 过去了很长时间 此时 两人边搂边喝 外套也喝没了 看着端木里喝多了 展天白便说要服侍他旧情 脱下端木里的秋衣 看着那戴着疤痕的后背 展天白一时有些挪不开眼 端木里转身调皮地摸了摸 展天白的脸颊 放心 我不是老色批 说吧 便靠着展天白睡着了 展天白把他推到床上 从衣物里偷出虎服 和作战部署徒 嘟囔道 这妥妥的老色批 扎起头发后 拿出水果刀 便狠狠地刺向熟睡的端木里 这个男人太惨了 曾是一国大将军 却没想到 沦为了敌国亲王的男妾 男人回忆着那次暗杀 当刀刺下的一瞬间 却被一只手阻拦了下来 端木里看着一脸震惊的展天白 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台长便打了过去 却没想到 被对方轻松躲开 哎哟 不错哦 展天白也很疑惑 为何端木里喝了没药 却没事 却是没想到 计划早被对方看穿 即使已经很小心了 展天白看着端木里 心里默默盘算对方的实力 却不知自己的眼神 让对方觉着 自己对他感兴趣 端木里趁机摸了摸 展天白的额头 然后两人又对轰一掌 端木里也感觉到了 对方好强 见对方不断讥讽自己 反而激起了自己的征服欲 忽然 端木里把手伸向了 展天白的鸟巢 看着脸色通红的展天白 却掏出了自己被偷走的图纸 不禁调笑对方 要感谢自己假晕倒 否则 真的假戏真做了 你闭嘴 展天白一把打掉 对方手中的战略部署徒 再去抢逐的一瞬间 他呆住了 对方不抢途 却袭了自己的胸 然后又被反手搂住 空气一时有些暧昧 给我滚开 展天白反手一场 见对方退开后 拿起图纸 赶紧跳窗逃走 只见对方对图纸 毫不在意 只想知道他的名字 并说道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很快 战场上两人真的再次相见了 此时端木里 也终于知晓了 展天白赤艳大将军的身份 两军厮杀 这场仗 一打就是五年 五年后 端木里 还是那个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王爷 而他展天白 却沦为了一无所有 武功尽失的废物 一觉醒来 嗯 这里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身为堂堂一国大将军 竟然沦为男妾 还被人拿走了自己的初夜 一觉醒来 展天白浑身都是草莓 看着床前陌生的丫鬟 他哑麻呆住了 接着恍然苦笑 是李王府 然而 丫鬟叫他赤艳大将军 却让他感觉一阵屈辱 拉开帘子 让丫鬟叫他名字 并拒绝了丫鬟为他梳洗 正当丫鬟 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端木里微笑着来了 并让丫鬟退下 看到展天白瞪着自己 便调戏到难道 昨晚不满意吗 展天白却反击道 没想到堂堂里王爷 竟然这么弱 这可对端木里打击得不轻 便捏起展天白的中巴 对他威胁起来 然而威胁并不管用 展天白说 此时只求一死 文言端木里松开手 说道 你是我的东西 我不会让你死 只会让你生不如死 文言 展天白脸色一阵难看 开始向端木里说起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接着怒吼道 我 才该让你生不如死 然而 端木里 讥讽他办不到 却把他拉回现实 心里一阵无助 看着展天白那孤单的身影 端木里没来由的 产生了一丝心疼 扛起展天白 便要给他搓澡 根本不顾展天白的挣扎 扑通一声 把他扔进浴桶 然后便把手伸进水里 展天白一愣 发现端木里 再给自己搓背 羞耻地闭上眼 大叫滚开 端木里转过身 边擦手边说 以后拒绝我 请考虑后果 说完便走出房间 留下展天白一个人 展天白 望着水中自己的道义 心里一阵恶心 愤怒地砸起水面 紧接着心里 便有了主意 什么鬼 堂堂一国大将军 竟沦为敌国亲王的男妾 还被暗到枣盆里 强行搓了个背 真是离了个大谱 展天白愤怒地砸起水面 紧接着心里便有了主意 活下去 只有先活下去 才有机会报仇 想通后 看着屋里那桌丰盛的餐饭 展天白便坐在桌子前 开始吃了起来 这时端木里走进屋内 展天白看到他以后 准备夹菜的手 微微炖了一下 便又开始面无表情地吃了起来 心里却是想着 真倒胃口 端木里看见展天白 完全无视自己 便开始又拍桌子 又摇耳朵地聊闲 只见展天白拿起手中的筷子 突然刺向端木里的双眼 然而却因为端木里浑厚的内力 怎么也刺不进去 见端木里对自己 无情地嘲讽着 展天白只能从牙缝里 咬出端木里三个字 然后死死地盯着他 这时端木里突然掐住 展天白的脖子 他此时感觉好不痛快 并没有战友后的快感 而且感觉心中的燥火 也没有熄灭 便问展天白 如何才能毁掉你 听闻此话 展天白眼中露出惊恐 心中却想到 不可以 不可以被毁掉 我还要活下去 我要报仇 于是突然露出妩媚的表情 嘴里说着王爷 我不想死 见到展天白突然这样的反转 端木里却是一阵无言 赶忙收回手 说道 我没说过让你死 然而展天白 却说自己想通了 以后要服侍他 端木里问展天白 在耍什么花样 展天白却说 自己已经是王爷的人了 就希望王爷以后能温柔点 并主动凑了上来 却惹得端木里 一阵恶心 把他推了个跟头 然后拂袖而去 却不知这正是展天白的计策 就是让他恶心 好让屁股少遭点罪 不然真要假不断屎了 诺大的王府内 展天白开始假装 在里面闲逛 看看能不能摸清构造 找机会逃走 然而却发现王府太大了 于是在荷花池边 找了块石头休息一下 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声 阴阳怪气的声音 嘲讽着自己 试验大将军的名号 转头看去 难道是端木里的三个男妾 他本是一国大将军 结果却沦为敌国亲王的男妾 武功尽师不说 还被夺走了男人的真操 当他想摸清王府构造 好找机会逃走的时候 却遇上了敌国亲王的 另外三个男妾 你们是 展天白面色平静地问道 黄发男妾客气地说 自己叫贤哥 兰依男妾不冷不淡地 吐出兰庆两个字 然而最后一位男妾 却因为贤哥说话客气 吼了他一句 紧接着走到展天白身旁 开始炫耀起 自己是王爷最喜欢的男宠 然后又开始对展天白进行侮辱 说他不过是败君之将 败后又沦落封城 这么脏的奴才 还有脸进王府 换成自己 枣头胡自尽了 听闻此话 展天白面露不快 然而那个男妾看到 却越发得意起来 继续侮辱展天白 说他这个大将军 是靠向男人卖星星 才当上的 让人甘拜下风 然而 听闻此话 展天白却是扑吃一笑 同样面露得意地反击道 你是该甘拜下风 毕竟你真有魅力的话 王爷就不会接我进王府了 这可把那个男妾气得够呛 咬牙切齿的 便一掌 打向站在湖边的展天白 想把他推进湖里 然而展天白却很轻易地就躲开了 然后反身就是一脚 踹到那个男妾的后丘上 紧接着那个男妾 便飞向荷花池中 这可是把贤哥和蓝庆吓了一跳 展天白插着腰 看着湖里的男妾喊着救命 贤哥慌了 说他不会游泳 然而蓝庆 却淡定地说没事 展天白这时又笑着 嘲讽他这是没脸活着 投湖自尽了 很快便有两个仆人 跳进水中 把他救了上来 此时展天白转身便离开了 完全无视身后落水男妾威胁的声音 回到房中 刚要脱下上衣的时候 身后传来端木里的声音 问他为什么推珠凤下水 纳斯果然去告状了 展天白心里想到 然后转过身 楚楚可怜地说 当然是嫉妒他是你最宠爱的男宠了 端木里一阵无语 却是已经看出展天白 故意恶心自己的想法 看着展天白 还在那楚楚可怜地 说着恶心人的话 端木里便走了过去 聊起展天白的发丝 配合着他表演 然后一把把他搂了过来 吻在他的脖子上 好好服侍本王 要啥有啥 展天白却是眼睛睁的老大 刚要说话 又被端木里一把抱住 紧接着端木里拿起他的手 边亲边说 只要你乖 给你买条该 啥头衔都是你的 然后又捏起他的下巴 看着诱人的嘴巴 便吻了上去 展天白却是只能 嗯嗯地说不出话 然后就被端木里 推到床上 端木里感叹道 真美啊 然后便扑上来了 展天白躺在床上想着 之前越反抗他越兴奋 现在顺从了他 不是应该倒胃口吗 他为何还要这样 嗯嗯 嘴又被堵住了 这也太狗血了 堂堂一国大将军 竟沦为敌国亲王男妾 还被夺走了初夜 然后又偶遇另外三个男妾 还把其中一个男妾踹进湖里 次日 展天白带着一身草莓 在王府泡澡 乌黑的绣发荡在水中 端木里捞起一缕欣赏着 看着看着又来劲了 一下把展天白搂过来 嚷着快来给本王搓背 这把展天白气得要装不下去了 端木里却开始激将起他 咋的 不愿意 这时展天白发现 顺不顺从结果都一样啊 他还这么兴致勃勃 这可咋整 端木里却是直接戳破 他肚子里那点小酒酒 不装乖恶心我了 这给展天白气得 咬牙切齿的 原来你早都发现了 亏我这么配合 这不亏大了吗 端木里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对 现在的状态刚刚好 本王就喜欢你的小倔强 却被展天白说是瘦月狂 啪 端木里一把抓住展天白的胳膊 说着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咱也不知道 给啥色 这时展天白问他 衣服上明明都有撒饱了 咋还不放过我呢 端木里却说 从来没碰过那撒男妾 聪明的展天白当即就猜出原因 是男储皇帝送的 范丞相出的招 接着展天白又说出缘由 主要是现在 你们皇帝还小 没啥心眼 范老头是前朝老臣 又全清朝野 肯定想帮你们小皇帝 想招监视你这个 手握重兵的王爷 端木里一把又把展天白搂住 所以我不说了吗 本王最喜欢的男宠头衔就是你的 展天白不情不愿地想推开他 这头衔有啥好的 接着端木里握着他的手提醒他 不要随便招惹他们仨 毕竟是皇帝的人 自己也不好动他们仨 展天白却说自己有分寸 不用他提醒 接着便要赶端木里走 嫌他在汤匙里碍事 这时管家过来 报信说老饭头来了 客厅内 老饭头接过茶水 便问道 听说王爷收了姚国的将军 做男宠 端木里拿起一枚玉石 说 我爱干啥干啥 要你管 老饭头一听挺生气 就说端木里这么干有损皇室颜面 还容易养虎为患 接着又开始给他乱扣罪名 端木里啪哒 把玉石往桌子上一摔 这可给老饭头吓一跳 难道有暗号 接着端木里 便说你个老灯没有证据别乱说 老饭头 却让他把展天白交出来 交给皇上自证清白 端木里一听 你这老东西拿皇上压我 便说我把他收为男宠 那是对他的侮辱 老饭头 却要他证明展天白 没威胁了 端木里一看 这老灯 是要拿展天白说事啊 寻思着 我倒是要看看 你想干啥 便说 既然范丞相这么好奇 那我就叫展天白出来 以自己判断 然后便叫来仆人 去吧 把展天白带过来 谁能想到 堂堂大将军 竟沦为敌国亲王的男妾 丢了男人的出业不说 又被敌国丞相盯上了 在端木里 和丞相老饭头 把九言欢之计 只见一只42号大脚 迈入门槛 然后便见锦衣玉带 一观华丽的展天白 走入屋内 精美的头饰和耳坠 无处不显示着展天白 是精心打扮过的 男生女相的展天白太美了 端木里看呆了 老饭头眼珠子都直了 撸着胡子说着 理解端木里了 这时端木里解释道 看到了吧 赤燕大将军展天白 现在不过是穿着女装 像男人谄媚的男宠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然后老饭头便说 想看展天白跳舞 端木里很爽快地答应了 便叫展天白跳舞助兴 这时展天白咬着嘴唇 觉着端木里叫自己过来 是想羞辱自己 但还是行了一路 然后看着他们喊着 罪奴 遵命 这一抬头 又给端木里看呆了 然后展天白便开始 翩翩起舞 只见他舞姿清零 身轻四燕 身体软如云絮 双臂柔弱无骨 步步生怜 喝着酒的端木里也吃了 心里想着没想到 他真的会跳舞 老色批老饭头 更是赞不绝口 说着便伸手 拽着展天白的衣袖 往自己身上拉 端木里笑了 心想展天白平时 连我都不鸟 还能鸟你这个老灯 但是没想到 展天白 那恶挪多姿的身影 真的走到了范成相身边 俯身媚眼看着老饭头 老饭头也是不知道 为啥用展天白的袖子 给自己缠了一个圈当围帛 啪 端木里重重地 把酒杯摔到桌子上 大喝一声 展天白 展天白和老饭头 一起诧异地看向端木里 然后老饭头笑了 李王爷吃醋了 展天白看了一眼端木里 便跳着清零的舞姿 走向端木里 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妩媚地看着他 端木里拿起酒喝起来 心里想着这还差不多 突然 展天白眼神一变 拿起手中的簪子 便刺向端木里 只听刷的一声 端木里尖头 便鲜血飞溅而出 然后端木里反身一掌 把展天白打向一边 桌子也被掀翻了 接着捂着伤口 看着展天白 这给老饭头吓得 说话都不利缩了 嘴里喊着大 大胆狂出 来人啊 快来人啊 顷刻间 展天白便被围了起来 端木里也看穿了 展天白的阴谋 他明知杀不了自己 还当着范丞相的面 刺杀自己 就是为了打自己的脸 这时 老饭头便吵得太危险了 我看王爷 还是别把他留在身边了 展天白 却死死地盯着端木里 心里想着 你说我是人畜无害的男宠士吧 我就要打你的脸 看着展天白 端木里便愤怒地喊道 来人 把这个罪奴 给本王打入大牢 快看 这个男人本是一国大将军 被俘后 竟沦为敌国亲王男妾 还被夺走出业 当给敌人跳舞助兴时 却又刺杀敌国亲王失败 此时 冰冷的兵器 抵在展天白身前 看不清他的表情 然而老色批范丞相 却要求把展天白交给他 交给皇上定夺 听到这话 端木里走向范丞相 捡起地上的簪子 说道 展天白是本王的人 要杀要寡看本王心情 你想把他带走 可以 就看你 承受不承受得住这个后果了 说吧 便把簪子捏得粉碎 老饭头都吓懵逼了 气愤地说了句 你简直不可理喻 就离开了 当展天白和端木里擦肩而过的时候 端木里没有回头 视线却在展天白身上 展天白目视前方 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大牢内 展天白固灵灵地蹲坐在角落 心里有点厚火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本来都觉得要好好活下去了 却还是得罪了 这个男储最不能得罪的男人 不过想起端木里火冒三丈的表情 心里又有点窃喜 好像也挺直 光了 牢门被打开 一个小兵冲了进来 然后喊了句 试验大将军 便左顾右盼地 让展天白赶快逃走 展天白以为是端木里来试探自己 便问他什么意思 小兵回答说自己叫张二 梁青曾被展天白救过 此次前来报恩 展天白不想离开 担心后面端木里追究小兵 却被小兵拽着走出牢房 两人跑出牢房后 张二便松开他 让他赶快走 展天白边跑边回头看着张二 心里想着 这是张二的心意 一定要逃出去 李王府房顶上 展天白奋力地奔跑的 然后跳了下去 心里想着这衣服太乍眼 得换个衣服 然后便听到身后的疑问 展天白 展天白吓了一跳 回头看去 却发现是老色P 心里想着糟糕 然后赶忙向前跑去 却不注意被地上的一筐水果绊倒了 回头看去 此时 锋利的兵器已经抵在喉咙前 然后便见老饭头 开始质问自己 是不是端木里放自己出来 把自己养在身边当杀手好行刺皇上 展天白一看 这老头好像有那个大病 这不活脱脱一个臭傻逼吗 便讥讽了回去 却挨了这老灯一个大逼兜 脸也打红了 是嘴也出血了 然后 老饭头却突然眼神一变 捏起展天白的上中下巴 露出猥琐的表情 说道 不错 你从端木里王府逃出来 刚好给了本相一个机会 本相要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老得劲儿了 你肯定喜欢 快看 堂堂一国大将军 竟沦为敌国亲王南妾 当逃出王府以后 却没想到被敌国老色 批成像抓住了 一乡院外 老饭头的护卫大喊道 叫你们老板出来 此时 屋内的玉兰老板正在欣赏自己俊美的面容 便听光当一声 老饭头一伙人开门进来了 接着一眼就看到了后面被捆着的展天白 于是赶忙迎上去 问范丞相 是否看上了自己院里的 哪个小官 却没想到 老色批 直接抓起自己的胳膊说 看上自己了 玉兰赶紧开玩笑说 自己没伺候丞相的福分 无动声色地把手缩了回去 老饭头面露不快 心道 哼 算了 反正今晚目标另有其人 于是便问到这位姚国赤焰大将军 可是你这里的小官 玉兰赶忙说以前是 但他已经被李王爷 话还没说完 便见老色批 站在自己耳边说道 那就好 给本相准备一间上房 本相今晚要大干一场 接着又说些什么 闻言 玉兰老板却是露出 不可置信的表情 然后只能低头领命 房间内 展天白双手被捆住 表情楚楚可怜 老饭头看着他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拍桌子大喊道 要呢 咋还没来 原来老饭头那方面不行 展天白看着他呵呵地嘲笑起来 然后老饭头转身说道 你一个罪奴 也敢嘲笑本相 展天白却是回道 男楚 有你做丞相 也快跟你一样不行了 却听啪的一声 老饭头拍碎茶壶 拿起一块锋利的碎片 开始威胁起他 这时展天白回道 你这么牛逼 那咋还用药呢 男楚的丞相 可真弱 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 这可真的戳到老饭头的痛处了 只见他拿起锋利的碎片 在展天白胸前 划出一条长长的伤口 然后便问展天白还不求饶吗 却见展天白死死地盯着自己 老饭头便跪到展天白身前 捞起一条腿说 你等会儿的 看你嘴硬还是我硬 这时突然听到敲门声 然后便听见玉兰来了 老饭头乐坏了 这时展天白害怕了 开始正拖起绳子来 只见老饭头过去开门 然而刚打开门 便听砰的一声 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是端木里 这可把老饭头吓尿了 端木里生气地质问着他 然后把他狠狠地摔到一边 见此情景 玉兰心道还好赶上了 然后悄悄退开 这时端木里走向展天白 看着他绝美的侧颜 刷地划开绳子 把他扛了起来 回去再跟你算账 这个男人本是沙场将军 却沦为了敌国亲王的男妾 男人的真操也被夺走 每次都是被强迫的他 这次竟然主动起来了 这是为何 一箱月门外 端木里扛着展天白 在玉兰老板的恭送中 转身离开 走之前 端木里刻地向玉兰老板 到了声线 这可把玉兰惊到了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李王爷 竟然会道谢 然而还是回答说 当初吃烟大将军 是你在我这买的 售后得到位 不然容易产生客诉 目送着他们离开 身后的仆人提醒道 老板 你这样干 是帮了李王爷 但是得罪了范丞相 玉兰没有说话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王府内 端木里重重地 把展天白扔到椅子上 说道 坐下 看看他是谁 展天白呼的一下 就站了起来 张二 这时 端木里说道 看来 你还真认识他 展天白却惊惧地问 端木里究竟想干啥 端木里拿起一把宝剑 说道 他身为王府的侍卫 却私放罪犯 论罪 当展 说吧 便拿起宝剑 向张二砍了去 然后只听一声大喊 不要 展天白冲了出来 宝剑在展天白脑瓜子上面 一厘米处停了下来 此时展天白挡在张二前面 张二大喊着赤焰大将军 端木里居高临下 看着展天白问道 你这是做什么 普通 展天白双膝跪地 头重重地磕了下去 求王爷放过张二 端木里拿开宝剑 质问道 你区区一个罪奴的话 本王为何要听 心里却因为展天白 终于恳求自己了 有点乐得合不拢腿 展天白却说 他是为了当年 我救他母亲的恩情 才会如此 如果你非要杀张二 我愿意替他死 这时张二大叫道 试验大将军 你为了我不必这样 我早都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 端木里 俯视着展天白说 你知道 本王不会让你死的 接着俯身在他耳边说 我想要杀你心里没点数吗 文言 展天白闭上眼睛 中巴颤抖着 看得出心里 做出了强烈的思想斗争 然而最后还是说道 若是王爷放过张二 我展天白 愿意一生作为王爷的奴仆 侍奉王爷左右 致死方休 文言 张二嚎啕大哭起来 嘴里喊道 大将军不可啊 端木里看着展天白 问道 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 展天白说道 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画壁 便重重地磕了下去 心里想道 反正我无论如何 也逃不出端木里的手掌心 不如用我那早已被践踏的尊严 灵魂和傲骨 来换取一个无辜之人的性命 张二此时泪流满面 端木里嘴上最不说 心里乐呵呵 好 本王答应你 卧室内 端木里搂着展天白 有恩恩的声音传出 看着展天白衣服从肩头滑落 端木里问道 你的眼神还是充满反抗啊 展天白给他理了礼仪金 你不就是想看我内心反抗 身体顺从吗 文言 端木里手向下滑去 稍一用力 便听到展天白恩了一声 满脸潮红 夜 还长 我们慢慢来 端木里说道 宜乡院屋内 老板玉兰正交带着事情 突然屋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紧接着听到屋外有人在大声叫喊自己的名字 转头看去 吓了一跳 却是老饭头来势汹汹 带着一群人破门而入 玉兰赶快笑脸相迎 说道 不知是范丞相大驾光临 玉兰有失远迎 然而老饭头却直接质问道 昨天是你通知端木里的吧 玉兰一时语色 赶忙说自己不敢 却见老饭头突然掐住她的脖子 说自己已经知晓 让她不要再装了 见此情形 玉兰赶快认错 老饭头却理了理她的头发 说那就看玉兰老板怎么表现了 接下来的情形 玉兰有所预料 却只能艰难地说出 玉兰 遵命 看着下人头来同情的目光 玉兰知道这目光没有任何意义 老饭头大喊一声关门 下人们都退了出去 玉兰跪在地上 问道 丞相你要 话还没说完 便被老饭头趴的一脚踹倒在地上 然后老饭头说 在端木里那受的气 要拿玉兰来撒气 说完便狠狠地踢打着玉兰 嘴里却咒骂着端木里 此时 玉兰也只能默默忍受 丝毫不敢反抗 突然 咣当一声 窗户开了 一个影子 从窗户一闪而入 却是一个长相俊俏的男子 亚麻色的头发 扎着长长的辫子 笑着说 可算被我找到了吧 然而下一秒 便看到倒在地上的玉兰 和盯着自己的老饭头 于是赶忙扶起玉兰 给她披了件衣服 关心地问道 是不是这个老头子强迫你 接着脸色一黑 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杀了她 老饭头一听 赶紧自爆家门 想吓住她 然而隐墨一听 是男储丞相 更挨劲了 说这整死她 这不造福一方百姓了吗 此时玉兰 却抓住了她的胳膊 说了句隐墨 老饭头这时 也开始喊人进来 却是只见隐墨蓝色 内力环绕手臂 一掌打出 哭的一声 所有下人 都被掀翻在地上 这下 老饭头又下颗疤了 说都不会话了 然后 看见隐墨 一个凌厉的眼神 便赶紧跑出屋外 边跑边喊你给本相等着 隐墨刚想追杀出去 却被玉兰拦住了 说她毕竟是丞相 然而隐墨 却是毫不在乎 别说丞相了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怕 玉兰却说自己怕 因为她没有资本 得罪权贵 这时 隐墨抓着玉兰的胳膊说 自己会保护好她 却听玉兰撕得 倒吸一口凉气 赶紧紧张地问道 玉兰是不是受伤了 刚才那个糟老头子 对她做了什么 玉兰却说没事 却听撕拉一声 隐墨就把她的衣服撕开了 玉兰惊惧地问道 你做什么 隐墨却说 别怕 只是帮你看看伤势 然而当看到 玉兰满身的伤痕以后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然后不由分说地 一把把玉兰拥入怀中 这个容貌美丽的男人 是宜乡院老板 却因帮男储亲王解救男宠 得罪了老色批丞相 惨遭毒打 好在一个模样俊俏 武功高强的少年突然出现 解救了他 其实 玉兰与这个少年相遇 是在数月前的一个晚上 那时 众人都在宜乡院找乐子 这名男子也在这里游荡 这时一个下人看到他双眼迷离 口冒白烟 脸色发紫 眼看是不行了 然后便哐当一声 倒在了门口 下人们骂骂咧咧的 便要把他抬走 以防影响做生意 玉兰却突然出现 阻止了他们 然后查看了少年的情况 发现好像是中毒了 便叫下人赶紧去请郎中 这时少年缓缓地睁开眼 看到一个容貌俊美的男人 映入眼中 而后便昏了过去 屋内 玉兰赶紧把郎中请进来 并告知郎中 现在少年的情况很严重 而郎中走近一看 竟扯淡 这不搁着睡觉呢吗 玉兰一看还真是 也表示有点懵逼 第二日清晨 两人吃着丰盛的饭菜 少年说自己叫尹墨 是因为误食了毒果 没啥大事 玉兰却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吃毒果死不了吗 尹墨说对 自己已经毒免疫了 玉兰却是心中 感叹到好神奇的体质呀 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一天玉兰来到尹墨住处 发现尹墨已经不告别 而桌子上 只留下十片金叶子 和一张纸条 对于尹墨 玉兰只知道她的名字 其他一无所知 然而当看到纸条的一刻 玉兰却感觉充满意外 因为纸条上只写着沈玉兰 我喜欢你 对此 玉兰也并没有在意 觉着这是少年的赤诚 所谓的喜欢也是来自救命之恩 然而没想到的是 之后 尹墨总是会像风一般的 时不时出现在一厢院 也会开心地 给她一些奇怪的东西 比如毛毛虫 虽然玉兰脸都吓着了 尹墨却还是觉得毛毛虫 这么可爱 玉兰肯定喜欢 久而久之 玉兰才慢慢地发现尹墨的心意 包括送她的昆虫 两人也一起度过了一段欢快的时光 但是 玉兰却也发觉 尹墨从来没碰过自己 虽然会拥抱 也会亲吻 但从来没有自己事情过 过室内 尹墨拿来衣物和商药 却看到玉兰在发呆 便问她在想什么 被打断的尹墨回过神来 说自己在想为什么 尹墨从来不碰自己 给尹墨擦着商药的尹墨 表示有点懵逼 说我现在不就是在碰你吗 玉兰却说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问 尹墨是不是嫌弃 听到这话 尹墨紧张到 你在说什么呀 你哪里脏了 玉兰没有说话 只是心里想到 自己是一厢院老板 以前是一厢院头牌 其实自己这副身体 早就破烂不堪了 于是便回答说 不 我很脏 所以尹墨 今后你还是不要再来找我了 这个容貌美丽的男人 是一厢院老板 却因帮助男储亲王拯救男妾 惨遭老色批成像毒打 好在被一个 一直爱慕自己的少年救下 然而 他却让少年以后不要再来找自己了 过室内 听到这话的少年 尹墨 也跟端木里似的捏起了玉兰的上巴 严肃地告诉玉兰 不许这么说自己 你一点也不脏 玉兰眼含悲伤的 刚要说什么 尹墨 却捧起她的脸颅 她的脸颊跟她说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我从来都没觉得你脏 至于不碰你 是因为你已经不用再接客了 我不想强迫你做任何 让你不开心的事 听到这话的玉兰 眼中充满了感动 刚要说话 嘴也恩的 跟展天白似的被堵住了 玉兰也终于明白了 尹墨的想法 于是对尹墨说 你对我来说不是客人 所以 你懂的 尹墨一听 马上来劲了 两人都开始呼呼喘得粗气 被推倒的玉兰 却是心中想到 我在动心又能怎样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不能爱上尹墨 眼中不自觉地流出泪水 尹墨发现后 赶忙帮她擦干 问她为什么露出 这么悲伤的表情啊 接着说 自己想给玉兰的是快乐 不想看到玉兰悲伤 闻言 玉兰感动地抱住尹墨 那就带给我快乐吧 可以让我忘记痛苦的快乐 院内 落叶沙沙作响 屋内温暖如春 两个人也紧紧地食指向扣 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已经遇上三竿了 玉兰起身穿好衣服 说时间太长了 自己要去处理院子里的事情了 这时 尹墨却从身后抱住她说 下次 争取给她带看上去 更好吃的昆虫 画风突变 玉兰问尹墨 能不能别给自己带昆虫了 尹墨却问道 难道不喜欢吗 自己觉着 他们很好看才捉给玉兰的 而且都是很珍贵的 玉兰怕打击她 敢忙糊弄她说 那更得让他们在大自然里好好活着了 尹墨一听 说好像也对 玉兰跟尹墨说 她的心意自己领了 只要尹墨能来看自己 就心满意足了 然后突然想起来提醒尹墨 皇帝年幼 在南楚最不能惹的 就是老饭头和端木里 所以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免得引火烧身 尹墨一听 惊讶地问她 你说谁 你说端木里 玉兰回答对啊 端木里是我们南楚的亲王 辅国大将军 叱咤风云 所向披靡 尹墨一听 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快拉倒吧 她是我的手下外将 没那么厉害 玉兰一听 寻思这不吹牛逼 不打草稿吗 李王府内 只听 阿帖 阿帖 两声传出 端木里翘个脚说 肯定有人骂我了 展天白 却说她是多情不义 被人骂也活该 端木里说了句 谁之前 信誓旦旦的 要一辈子侍奉我的 展天白泡好茶后说 我再侍奉你啊 王爷请慢用 端木里喝着茶 心里寻思 这个人是挺有意思 行动上侍奉自己 嘴上却跟挂着刀子似的 现在心里肯定恨不得 把自己捅成马踪窝 不过却感慨到 没想到你领兵 打仗这么厉害 七茶也这么香 展天白却说 王爷过奖了 那是茶好 接着问 这个茶是 西域藩波国进贡的吗 端木里带点凡尔赛的 说没错 然而展天白 却接了一句 西域藩波国 最善用毒 咕的一声 喝的茶都吐出来了 给端木里呛了一顿咳嗽 说你故意的吧 展天白问 难道说错了吗 端木里说没错 翻波国是弹丸小国 却对男储虎视眈眈 又不敢见远 自然会用一些别的手段 展天白却说自己想起来 翻波国的奇毒 和中原不一样 很多都是来自异兽奇果 无药可解 那种毒的威力 比你要大多了 端木里一听 好家伙 这是威胁我吗 然后一下把展天白 抱到自己腿上 说那你可以试试看 西域的毒 能不能毒死我 注意看 这个男人本是一国将军 却沦为敌国亲王的玩物 而后卫就放他逃走的小兵姓名 发誓侍奉王爷一生一世 展天白 被端木里抱到腿上 嘴上却不肯认输 你对自己百毒不侵的体质 很有自信啊 端木里却提醒他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给我下的迷药 可是一点作用没起 突然 端木里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捏起展天白的下巴 便吻了上去 只听展天白恩的一声 被端木里 用嘴喂了一口茶 满脸潮红 端木里却舔了舔嘴唇 说就算我被毒死 也要拉你一起陪葬 展天白却赶紧擦嘴 生气的说 你这哪是拉我陪葬 你这是要谋杀我 你以为 谁都跟你试得百毒不侵啊 端木里却把他的头 按向自己说放心吧 茶我都亲自验过了 没毒 看把你吓的 之前 谁口口声声说 死也不肯屈服我的 展天白回到自己并不怕死 只是觉着 现在死很不划算 当两人对视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声 王爷 接着老管家进来了 手里拿着贡品说 是西域番波国进贡的香料 皇上派人送过来的 看到管家来了 展天白 却是在端木里腿上正拖起来 端木里咔的一下 就把他搂了过来 大笑道 脸皮咋这么薄了 左腿上怎么了 却给管家整一脑瓜子汗 放下香料后 赶紧逃离 看着这不凡的香料 展天白说 番波国最近又是茶又是香料的进贡 不知道有什么企图 端木里却说 番波国道还好 不过塞北的塔尔 可是一直对南楚虎视眈眈 而且塔尔人 最近在南楚的活动 也越来越频繁 不知道要做什么 接着打去道 等会儿让香林给你缝个香包 展天白回道 你果然想毒死我 惹得端木里哈哈大笑 然后展天白问端木里说 整个南楚 只有你一个人百毒不清吗 魅力再好 也不能连毒物都不怕吧 端木里却挠了挠头 有点尴尬的说 这个都是以前在青鸾宫 拜师学艺的时候 被师弟坑的 展天白恍然 原来是青鸾宫出身 难怪 青鸾宫 是整个大陆上最神奇的地方 无受任何国家法治的约束 自成一派 地处深山老林 且被各种各样的毒物魔兽环绕 也是整块大陆修炼内力 学习武力最好的去处 这时展天白八卦起来 听说现任青鸾宫公主 是少年天才 武功了得 那你俩谁厉害 端木里想了一下 我和他 不有胜负吧 遗乡院内 尹莫着急的说 我没骗你 端木里真的打不过我 玉兰却是敷衍的说 好好好 你最棒 棒得像个大海棒 然后转身说时间不早了 自己要去忙了 却被尹莫拉了回来 又N了一下 看着玉兰 尹莫说 自己过几天再来看她 玉兰答应着 然后便关门离开了 森林深处 玉兰对面 出现了一个蒙真面的男人 然后男人交给了玉兰一瓶药 说是这个月的解药 玉兰接过后 两人转身离开 然而这一切 却都被尹莫看在眼中 看身形 是塔尔人 不过沈玉兰 怎么会跟塔尔人有牵扯 这个男人 本是威名赫赫的大将军 结果被敌国王爷 设计中毒 导致武功尽失 后来 又沦为敌国王爷难宠 只能忍辱负重 夜夜侍奉仇人 李王府大院内 展天白正练着武功 想尝试恢复自己的内力 然而胸口一阵疼痛 咚的一声跪了下来 果然还是不行吗 你个奴才 不好好干活 跑到这头什么懒 回头看去 朱凤正在趾高气昂地指着自己 这时 贤哥拉住他 王爷他那么宠爱展天白 你可别得罪他 然而 朱凤却不以为意 说王爷那不是宠爱他 每天把他压在身下 是在羞辱他 接着 又开始嘲讽展天白 展天白 也反击说 朱凤上次水没喝够 这时又渴了吧 这把朱凤气得 抬手就要打展天白 却啪的一下 被展天白给抓到手腕 把他甩了个狗吃屎 接着说 我展天白就算废了 对付你这么个男宠 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后转身离开 王府黄昏 展天白打扫的柴房 原来是因为打了朱凤被罚 咦 展天白一抬头 端木里的藏书阁 竟也在这里 便想这藏书阁 会不会有破解 自己体内余毒的方法 于是便走到藏书阁附近 发现这个只有端木里 还能进得藏书阁 好像没人看管 便尝试去推藏书阁的大门 嘎吱一声 门还没有推开 大胆展天白 展天白脸色突变 回头看去 朱凤带着几个仆人 向自己走来 你果然居心叵测 然后朱凤指着展天白 藏书阁是王府禁地 除了王爷谁也不能进 你胆胆闯进藏书阁 来人啊 展天白不守规矩 给我仗则八十 展天白心如死灰 他知道 朱凤这时候 带人找来 就是来报仇的 挣扎只会更难看 结果还是一样 于是便没有任何反抗的 趴到长凳上 随着砰砰声响起 板子狠狠地打在 展天白的屁股上 朱凤也在旁边 哈哈大笑 拍手叫好 然而展天白却是一声没坑 朱凤一看 展天白声都没出 便叫下人们更狠地打 然后又让人在 他被打烂的屁股上 泼眼水 展天白咬着牙 眼皮变得越来越重 要死了吗 没死在沙场上 也没死在端木里手里 恍惚间好像回到了 以前的战场上 端木里骑着战马 向展天白奔去 展天白毫不畏惧 一身僻逆天下的气势 端木里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然后大喝一声 一箭劈出 端木里双手挡下 谁的死期还不一定呢 不过展天白 本王其实舍不得杀你 不如你现在立刻下马投降 本王保你下半生 荣华富贵 你看如何 哼 展天白讥笑一声 想让我投降啊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难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李王爷 乖乖做我的男宠 我就答应投降 怎么样 战场上狂风入嚎 端木里冷哼一声 哼 展天白原来 你这么记仇吗 就因为 本王之前把你当成 小管管的男宠 展天白回到 正所谓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端木里嘲笑道 你还不如直说 你不甘心被本王调戏 所以 一定要调戏回来呢 你还真是不吃亏啊 展天白戏学道 那你究竟是肯还是不肯呢 端木里拿起兵器 向前冲去 你先打赢本王再说 展天白一起码冲去 那我就当你弗力了 展天白猛地睁大双眼 这个男人本是个威名远扬的将军 结果却沦为了敌国王爷的男宠 然而王爷最宠爱的他 却被另一个男宠叫人打至冰死 展天白突然睁大双眼 嗯 原来是场梦 过室内 端木里正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汤药 满脸心疼地看着展天白 他终于醒了 展天白转头 看向端木里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 端木里拿起汤药 三天三夜 然后咬了一勺 送到展天白嘴边 要很烫 慢点喝 嗯 展天白一下推开端木里 却是因为要太苦了 端木里温柔地看着他 都多大了还怕要苦 战场上抛头颅 洒热血的时候 都没见你这样 是不是做本王的男宠 做久了 性格都变得矫情了 展天白没说话 瞪了他一眼 哼 还有力气瞪我 端木里捏起他的嘴巴 猛地喝了一口药 然后便给展天白喂了进去 嗯 不 放开 展天白一把推开他 然后转过身去 端木里却趴了过来 用两只手支撑着身体 看着他 怎么 生气了 展天白无语道 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啊 端木里辩解道 我堵的是你的嘴 又不是鼻孔 展天白也懒得和他吵 便转过身说 我累了 想休息 按时端木里离开 端木里就趴到他身边 一只手撑着下巴 一只手撩起他的头发 问道 有我在没法休息吗 看到展天白没回话 端木里表情有些难过 他在抗拒我吗 我只是想要抱一抱他的 三天了 三天来我都不敢触碰他 生怕碰到的 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想着 手指便轻轻地 从展天白脸颊划过 展天白却害怕了 我重伤出狱 端木里 不会要在这个时候 受心大发吧 然后便听到身后 端木里温柔的声音 你想休息可以 但不是现在 展天白更害怕了 接着却是听端木里 充满怒火的声音 把朱凤带上来 转头看去 朱凤在两位仆人的押送下 不情愿地走入屋内 意外地看到 躺在床上的展天白后 便指着他 你这个贱人 怎么还没死 却看到端木里 脸色冰冷 怒喝道 放肆 说 是不是你擅自 对展天白动用私刑的 朱凤害怕了 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哭着说 王爷 我是在帮王爷 处置展天白 这个罪奴 偷偷溜进王爷的藏书阁 那里可是王府的境地 这个罪奴 坏了王府的规矩 所以我才让人责罚他的 端木里有些意外 你是说 展天白死闯藏书阁 没错 我亲眼看到的 这个罪奴 肯定一开始 就在打藏书阁的主意了 展天白闭上双眼 看这架势整不好 还得再挨一顿板子吧 该来的还是会来 这时 端木里转过头面 无表情地看着展天白 本王只问你一次 朱凤说的是真的吗 文言 展天白睁开双眼 这个王爷太不知羞耻了 竟然要强行 给另一个男人的屁股抹药 展天白睁开双眼 看着端木里说道 他诬陷我 我没做过 朱凤大喉道 展天白 你这个敢做不敢当的孬肿 懦夫 还什么吃烟大将军呢 你有胆子 溜进藏书阁 居然没胆子承认 王爷 您千万不能听信 这个贱人的话 他在撒谎 听着朱凤在耳边的叫骂 展天白闭上眼 不予理会 心里想 我是想要偷偷溜进藏书阁 但是并没有成功 自然也算不上撒谎 好 本王信你 端木里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展天白却是一惊 他没想到端木里 竟然选择无条件相信自己 而自己的心跳 为什么这么快 端木里看着他继续说道 展天白 你说 你没做过 那么本王就信你 而展天白的目光 好像变得柔和了许多 朱凤焦急的 还想再说什么 端木里 冷冷地打断他 便罚他去守在 唐书阁附近的柴房 然后不耐烦地摆摆手 下人便把朱凤给拖走了 端木里 闭眼平息怒 他本想让朱凤 也挨一顿靶子的 但是因为 皇上那里不好交代 更会落人口时 只好作罢 只是他很疑惑 为什么展天白受伤 自己会如此的愤怒 片刻后 端木里 坐在展天白的床边 关切地问道 累了 展天白应了一声 然后端木里 突然从怀中 拿出一瓶药说道 你趴下 看展天白没有动 嗯 我叫你趴下没听到 展天白问道 你要干什么 端木里把头凑了过来 给你上药 这个王爷太不知羞耻了 竟然要强行 给另一个男人的屁股抹药 端木里 突然从怀中 拿出一瓶药说道 你趴下 看展天白没有动 嗯 我叫你趴下没听到 展天白问道 你要干什么 端木里把头凑了过来 给你上药 展天白看着端木里 不需要 端木里脸色一沉 趴下 展天白此时 却是在想 要我趴在床上 把臀部露出来 给端木里上药 打死我都不肯 然后便伸手去夺药 王爷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自己来就好 却被端木里一下 抓住手腕 反手给按到床上 端木里 你干什么 然而端木里却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一个发誓要一辈子侍奉我的 就别装什么三针九裂了 展天白呆了一下 而后便不再挣扎 平静地趴在床上 不知在想什么 只是红红的双颊说明 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这么平静 这时端木里调戏道 乖一点 我不会伤害你的 展天白想积端木里挺手 便说道 你身为王爷 亲自给我这个奴隶上药 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端木里却不吃这套 哼 怎么会 这是本王调教罪奴的乐趣之一 说罢便把展天白的头 按到床上 别乱动 展天白趴在床上 攥着拳头 偷偷地瞄着端木里 端木里把要倒在手上 哼 至于这么紧张吗 然后把药涂抹了上去 展天白攥紧床单 浑身颤抖 不由自主地嗡了一声 上好药以后 端木里开始调戏他 感觉怎么样 舒服吗 展天白回怼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接着屋内传出端木里 哈哈大笑的声音 过了一会 展天白进入了梦乡 脸上满是笑容 端木里宠溺地看着他 真是的 然后帮他大好被子 轻轻地吻在他的脸颊上 心想 在我面前睡得这么香 让我怎么忍得住呢 展天白啊 展天白 本王到底要为你禁欲多久 然而让端木里最痛苦的事 还是发生了 这个王爷太可怜了 刚刚还不知羞耻地 再给另一个男人屁股抹药 然后就发生了 让自己痛不欲生的事情 王府内 展天白躺在床上 面容憔悴 端木里 站在屏风外 脸色阴沉地吓人 质问着眼前的太医 杜太医 你可是宫里最有威望的大夫 连这么点小伤都治不好 杜太医吓得赶紧 跪到地上 头也不敢抬 回禀王爷 这 这实在不是下官 医术不精 而是展公子的身体 本来就遭受毒素侵蚀 为此已是奇迹 此番再遭毒打 身体元气大损 恐怕 恐怕 端木里阴着脸问道 恐怕什么 太医跪得更低了 战战兢兢地说 恐怕展公子 今后只能卧病在床 命 命能坚持多久 也是未知术 滚 端木里气得一脚 踹到太医的屁股上 太医如萌大射 赶紧跑掉 展天白躺在床上 叹了一口气 他清楚自己的身体 就算没死也是每况愈下 时日无多了吧 这时端木里 来到床前说道 展天白 然后 把他拉到自己怀里 满脸的心疼与痛苦 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过 要一辈子侍奉我的 展天白 却是一脸不可思议 该痛苦的那个人 难道不是我吗 为什么端木里 此刻 会有这么痛苦的表情呢 展天白抬起头 目光柔和地看着他 没错啊 我这辈子 会一直侍奉你 就是我这辈子 短了一点 端木里却是宛如倔强的 孩子喊道 展天白 我不准你死 然后紧紧地抱住他 在本王彻底弄坏你之前 在本王心满一族之前 不准你死 展天白却是心情复杂 刚说了一个我字 扑得一口邪土了出来 然后昏倒在端木里的手臂上 端木里却是慌了神 来人 快来人 次日 又一批太医来到王府 依旧束手无策 展天白无力地问道 我是不是真的 活不了多久了 耳边传来端木里 斩钉截铁的声音 不会的 端木里离去后 展天白没想到的是 进来了意料之外的人 这个王爷太可怜了 刚刚还不知羞耻地 再给另一个男人屁股抹药 然后便得知 那个男人命不久已了 端木里离去后 贤哥和蓝庆拎着东西 过来探望了 展天白这是皇上遇赐的千年人参 很名贵的 送给你 希望你能赶快好起来 展天白拒绝道 无功不受禄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贤哥却是先客气地道了个歉 然后说 朱凤已经受到了惩罚 希望展天白可以收下人参 了表歉意 不要迁怒自己和蓝庆 而展天白却安慰他们不用担心 自己不会迁怒任何人 而且自己这样也不是他们害的 他们不用道歉 贤哥却表示 你这样一直不好 你不迁怒不代表王爷不迁怒 王爷最近看他们的眼神 像要把他们吃了一样 蓝庆补充道 是看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眼神 贤哥表示 你即使不为我们 也要为自己 想办法尽快好起来 这是刚好湘陵来送药 贤哥便让他把人参和乌鸡 一起顿了给展天白补身体 而展天白也就随他们去了 皇宫内 朝会上老饭头双手插秀 质问着端木李 李王爷 为了姚国区区一介罪臣 将所有御医都请到李王府 你这样兴师动众 会不会太有尸体筒了 这传出去 就不怕有损皇室颜面 端木李闭着眼睛 没有说话 老饭头看端木李没说话 便又继续道 再说了李王爷 衣服上不是有三名男妾了 那可都是皇上万里挑衣的人才 是皇上对李王爷的一片心意 李王爷又何必对一介罪奴那么上心 依老臣之见 李王爷还是将那名罪奴 交给皇上处置 听到老饭头 想让自己把展天白交出来 端木李再也忍不了了 闭嘴 愤怒的脸上 眼中杀鸡 勿由自主地迸发而出 从未见过端木李 这个样子的小皇帝下的浑身发抖 皇 皇叔 话还没说完 端木李面无表情地行了一礼 皇上 现在宫里那群御医 根本就是一群雍医 陈惠派人将他们统统换掉 如果没有别的事 容臣提前退朝 说吧 没等皇上回话 便转身离去 展天白 没有本王的允许 你就不能死 而后 端木李也终于放下顾忌 做了他一直都想做的事 这个王爷太可怜了 不久前还在幸福地 给另一个男人屁屁擦药 然后就被告知那个 男人命不久已 深夜 端木李回到王府 想着先去看看展天白 刚走进门 便看到 朱凤跪在地上 求他饶了自己这次 端木李明确表示 没打他一百六十大板 已经是饶过他了 罚他去柴房 是建立在展天白 能活下来的基础上 如果展天白熬不住 那第一个给展天白陪葬的 就是朱凤 他说到做到 听到这话 朱凤伤心地捂着胸口 哭着说自己知道 王爷喜欢展天白 话还没说完 端木李却是一阵 喜欢 自己喜欢展天白 随即表情有些怪异 冷笑着说道 展天白与我而言 与南楚而言 都是最大的敌人 我想要的 只是毁了他而已 说罢便重重地一脚 把朱凤踹倒在地 转身离去 毫不理会身后 苦苦哀求的朱凤 刚走到展天白房门口 便听到 湘凌焦急的声音 展公子 展公子你怎么了 展公子 端木李一下冲入房间 大喊道 湘凌 展天白他怎么了 湘凌色色发抖地 跪在地上 说自己 只是给展公子 炖了乌鸡人参汤 他喝下以后 就昏迷不醒了 端木李心里咯噔一下 焦急地抱起 展天白就大喊宣御医 御医诊断后 表示 展天白是中了毒 应该是灵鹫山脉 北山断崖处的赤脚曼陀 这种毒本身不致命 但是和参汤 混合就会产生 更强的毒素 再加上展天白本就虚弱 恐怕命不久矣 端木李 脸色恐怖地 看着贤哥和蓝沁 立声问道 人参是你们送的 你们可知罪 这个王爷太可怜了 不久前还在幸福地 给另一个男人 屁屁擦药 然后就被告知 自己要失去他了 安庆哭着说 不是自己做的 贤哥也是吓得浑身颤抖 说他们只是 去替朱凤求情 害怕连累到自己 所以才送人生 给展天白补身体的 他们也没想到这样 而且 如果是他们的话 他们自己 也逃脱不掉 端木李眉头微醋 的确 贤哥眼含泪光 一脸诚恳地表示 朱凤和展天白起过冲突 他们跟展天白无冤无仇 没必要害他 端木李眼神一变 朱凤 深夜柴房内 朱凤此时正打扫着卫生 嘴里还在咒骂着展天白 只听框的一声 门被一脚踹开 端木李看不清 任何表情地站在门口 身后跟着一群仆人 朱凤还以为端木李 是心疼自己 才深夜过来探望 便有点开心地赶忙跪下行李 然而展天白 却是冷冷地看着他 把脚交出来 朱凤却是一脸疑问的表情 表示听不懂端木李在说什么 接着看到 端木李脸色冰冷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听不懂 朱凤 本王之前已经说过了 展天白若是死了 第一个给他陪葬的 就是你 看样子 你是仗着自己背后 有皇上撑腰有恃无恐 竟敢给展天白下毒 朱凤吓得满脸大汗 急忙道 王爷 王爷您这说的什么话 我何时给展天白下毒了 端木李伸出手 再次要解药无果后 便叫下人们 把他拖了出来 打 打到他开口为止 看着板子下惨叫求饶的朱凤 端木李一脸冷漠 后悔早在展天白 因为朱凤挨了板子之后 没能狠狠地打朱凤一顿 想起还在昏迷中 已经命不久已的展天白 端木李眉头紧锁 心里传来一阵阵的刺痛 然后焦急地快步离去 展天白 我不会让你死的 他是让皇上都瑟瑟发抖的男人 此刻却是那么的无助 只因自己的男妾已经命不久已 展天白 我不会让你死的 藏书阁内 端木李焦急且烦躁地翻着点击 然后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 什么都没有 愤怒地哗的一声 吹倒了旁边的书架 想起昏迷的展天白 端木李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 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冷静 而后眼神变得坚定 我一定会找到解读的方法 一定 一箱月内 沈玉兰正准备煎熬手中的药 然后便看到 隐墨从窗户窜了进来 你呀 不能走正门进来 隐墨一脸温柔地拉起他的手 不要 从正门进来的话 就好像我和那些顽固子弟一样了 你不是说过的吗 我不是客人 随后把他壁动在桌子上 沈玉兰 我好想你啊 又把他紧紧地抱在怀中 感受着怀中日渐消瘦的人 关切地问道 是不是糟老头子又来找麻烦了 沈玉兰也是满脸幸福地表示没有 老饭头应该是被你吓到了 没敢再来了 隐墨放下心来 那就好 对了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 看着面前美艳的花朵 沈玉兰脸颊微红 捧着花朵 问这是什么花 惺惺相应 十人花 正把手放在奇怪的花蕊处的沈玉兰 吓得压了一声 气鼓鼓地看着隐墨 隐墨解释说 这个花不会吃人 就是有牙齿 喜欢磨牙 可是不管多奇怪的礼物 只要是他送的 自己都喜欢 看着面前朝思暮想的人 隐墨眼神逐渐迷离 于是两人便相拥在一起 滚了起来 接着隐墨安耐不住地一把把沈玉兰抱了起来 准备颠乱挡缝 这个王爷正因为自己的男妾 处于生死一线而痛不欲生 此刻却有另外两个男人准备颠乱捣缝 突然被抱起的沈玉兰惊呼一声 急忙让他等一下 说自己得先把这锅草药熬好 一听熬药 隐墨紧张地问道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沈玉兰一脸笑意轻轻地点了下隐墨的额头 没有没有 你别紧张 这草药不是我吃的 是给姚伯的赤焰大将军的 隐墨一脸不解 为什么要给他熬药 他不是李王府的阶下球吗 不会是端木里那家伙使唤你的吧 沈玉兰解释到自己听说 赤焰大将军中毒了 御医们都束手无策 自己知道一些解读的偏方 或许能有用 隐墨瞬间醋意上涌 你为什么对那个大将军这么好 沈玉兰捏起隐墨的脸蛋 你在瞎想什么呢 然后边熬药边解释说自己 只是觉着惋惜 曾经赤焰大将军 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却落得这般下场 闻着药香 隐墨好奇地问道 这是熬的什么药 正在熬药的沈玉兰 爆出药方后说 在自己的家乡据说 可以解百毒 听后 隐墨却抹撒着下巴 说这个听上去 好像塔尔的药方 塔尔人向来对男储虎视眈眈 边境纷争不断 那位李王爷恐怕 不会用塔尔人的方子 文言 沈玉兰搅拌的手钝了一下 隐墨却是凑了过来 看着他的脸 不过沈玉兰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方子 你是塔尔人吗 他是一个 让皇上都瑟瑟发抖的男人 然而此刻却是痛不欲生 竟然只是因为 他的肩下 求处于生死一线 却不知救命的药 握在两个 正准备颠乱捣缝的男人手中 沈玉兰先是正了一下 然后看似有点心虚地笑了笑 怎么会呢 我是土生土长的男储人 隐墨没有追问下去 揉了揉沈玉兰的头发 这样 我家玉兰就是见多识果 看着沈玉兰 把药倒入湖中 隐墨好奇地问着 这要真的什么都能治吗 沈玉兰解释这个只是偏方 她也不知道 赤脚曼陀罗并不是那么好解的 闻言 隐墨却是有些得意地说 赤脚曼陀罗呀 那很好解呀 她倒是那么这么简单的问题 端木里竟然不知道 果然学一步精啊 听闻此话 沈玉兰赶忙拉住隐墨的手 略带恳求地说道 我怕赤炎大将军撑不住了 你能不能现在帮我调配下解药 隐墨却说这个没辙 沈玉兰一脸疑惑 没辙 李王府内 端木里猛地喝了一口药 然后像上次一样 用嘴给展天白灌药 看到展天白把药咽了下去 端木里放下心来 幸好还能咽 接着趴到昏迷的展天白的面前 捧着他憔悴的脸说道 展天白本王不准你死 你答应过本王 只此一生都会侍奉本王 本王还没有玩够你 没有舍弃你 你不准先抛下本王 你听到没有 端木里从来没有察觉到的是 从初见时 展天白的美就像有毒的因素 早已侵入了端木里的骨髓 而昏迷中的展天白 眼泪竟从眼角流出 滴在端木里的手上 东东东 这时管家敲门说 宜乡院老板沈玉兰求见 说有要事禀报 他是让皇上都瑟瑟发抖的男人 此刻却是痛不欲生 竟只是因为他的阶下囚难窃 命不久矣 他却毫无办法 端木里开门问沈玉兰何事 沈玉兰恭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说自己听闻展天白身中剧毒 特寻良一求来 一味解毒药草 希望李王爷笑纳 对此端木里并没有抱任何幻想 连宫里的御医 都对赤脚曼陀罗的毒术手无策 沈玉兰请的大夫 怎会有用 但还是让他把药留下了 然而 沈玉兰刚告辞转身欲离开 端木里 却叫住了他 问他为何对展天白这么好 上次不惜 得罪丞相也要救他 这次更是主动献药 沈玉兰回答说 自己大概是既敬重 又羡慕展天白吧 文言端木里眼神凌厉 质问道 身为男主人 以方台的话语该当何罪 沈玉兰却是神色不变地回道 自己若是对王爷说了谎 才是罪该万死 这让端木里又重新打量了一下 这个宜乡院老板 沈玉兰真的只是宜乡院 卑微的小官出身 但也没有继续追究 便让他下去 回到屋内 端木里拿着要看着展天白 虽然不报任何希望 还是看看吧 然而打开后 却发现里面 是一张纸条并不是要 看这个笔迹 好像是隐墨的 心想师弟 不是当了青鸾公公主 怎么和沈玉兰有了瓜葛 再接着往下看 月物草穷江 收起纸条嘴里激动地念叨着 是了 月物草穷江 可解赤脚曼陀罗的是 月物草穷江 说罢便急通通地走向 正在打热水的湘灵 湘灵 本王要出去一趟 恐怕明早才能回来 这段时间 已替本王照看好展天白 若是展天白出了什么事 本王唯你是问 湘灵赶忙点头称是 却是满脸疑惑 自己还是头一回 见到王爷如此急切的样子 谁能想到 这个威名远波的大将军 会沦为敌国王爷的男妾 不但被其他男妾叫人打到冰死 还遭人暗算中了毒 此刻正命悬一线 然而现在为他正舍命取药的男人 却是这个让皇上都瑟瑟发抖的冷面王爷 巨齿魔灵是静牙湖的守护兽 群居攻击性极强 一旦被困 食死无生 而那月物草 却只有这里有 端木里知道 哪怕是青鸾公公主 也不敢说单枪匹马的 就能挑下巨齿魔灵的老巢 但他今天必须得到月物草 抛开杂念 便握紧手中的宝剑 脚踩虚空 冲向巨齿魔灵 只听刷的一声 一道蓝色剑气 蹦逝而出 月黑风高 巨齿魔灵的吼叫声不断传出 不知天地为何物的一夜过去 两人着实是累坏了 看到沈玉兰醒来 腰还酸吗 尹莫调笑道 你还好意思问 说完沈玉兰便把头蒙进背里 这一幕可把尹莫稀汗够呛 两人在背窝里 开心地打闹着 嬉笑过后 尹莫又开始深情地告白着 沈玉兰也在回应着 而后转过身 看起来有些心事重重 尹莫便抱住他关切地问到怎么了 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温暖 沈玉兰回道 我在想 都这个时候了 不知道李王爷有没有弄到解药 听闻此话 尹莫马上变得气鼓鼓的 你跟我在一起 居然想着别的男人 沈玉兰赶紧捏着尹莫的脸蛋解释说 我就是有点担心 试验大将军的毒 那也不行 尹莫满含醋意地说道 然后把他壁咚到床上 你只能想着我 知道了吗 沈玉兰赶紧表示自己知道了 心想 这人的战友欲 还真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了 接着尹莫安慰他放心 只要端木里想 肯定能弄到解药 然后抱住沈玉兰 想着不知道端木里 伤到了什么程度 算了不管他了 这正准备做早操呢 怎么能分心呢 李王府内 展天白刚睁开眼睛 展公子醒了 湘玉马上开心地跑出去通报 展天白挡了挡阳光 心想我这是怎么了 记忆中也只到喝下乌鸡汤为止 然后发生什么了 然而展天白刚有点吃力地 撑起身体 一只手便快速地伸了过去 别动 却是端木里扶住了展天白 搞得展天白一正 看到端木里紧张地看着自己 展天白问道 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然而端木里 却是抓住他的衣服没有回答 开心地看着展天白 心中不断地确认 展天白醒了 展天白是真的醒了 然后便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却是被展天白用力地敲打 你这是发什么疯 谁能想到 这个威名远国的大将军 会沦为敌国王爷的男妾 不但被其他男妾叫人打到冰死 还遭人暗算中了毒 命悬一线后 刚刚行转 就被这个王爷堵住了嘴 端木里被推开后 震了一下 然后赶紧松开手 回答说你中毒了 展天白好奇地问道 是谁下的毒查出来了吗 端木里笃定地说是朱凤 虽然他没承认 但除了他别人都缺少动机 自己罚了他三百大买 展天白有些意外 仗格三百朱凤那身体 根本扛不住 难道你杀了他 端木里却满不在乎地转过头 才打三十几下 就晕了过去 然后贤哥又扑上来求情 侍卫就没继续打了 展天白靠在床上 觉着不是朱凤 因为朱凤已经害自己挨了板子 没必要再补一味药 猜测应该另有其人 但也没有说 却是提醒端木里 杀死皇帝遇刺的男妾 就是在打皇上的脸 到时候范宁肯定得参逆一脸 端木里慢慢地理了 李展天白的头发 让他别操心这些 好好养身体 看着端木里的眼神 展天白有些奇怪 端木里这是怎么了 然而展天白刚说自己口渴了 端木里便马上说 自己去给他倒水 看着倒水的端木里 展天白不知道 为啥一觉醒来 端木里好像变了个人 喝着水 心中想着 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 特别温柔 而后当展天白 得知自己中的是赤脚曼陀罗 和生鸡汤混合后的毒以后 便说这个毒很不好解 问端木里怎么办到的 端木里妈撒着下巴 说这个得感谢自己的师弟 但不知道 他是怎么和一厢院 沈老板勾搭上了 让沈老板亲自过来送了料方 展天白刚要好奇 沈老板的事情 端木里却站起身 让他赶紧躺下休息 不说这些了 展天白有些不快地 用胳膊肘子 怼了一下端木里 说自己再躺下去 身体就废了 却听到端木里闷哼一声 有汗液从脸上渗出 看展天白 一脸疑惑的表情 端木里没有解释 转过身说 我让湘灵给你炖了血烟窝 吃完再下床活动身体吧 看着端木里离开的身影 展天白若有所思 难道他受伤了 谁能想到 这个威名远播的大将军 会沦为敌国王爷的男妾 不但被其他男妾叫人 打到冰死 还遭人暗算中了毒 然而刚从昏迷中醒来 却发现这个王爷突然对自己这个罪奴特别温柔 而且好像还受伤了 端木里走后 展天白喝着茶水 对湘灵道谢说 这些日子辛苦了 湘灵却说自己一点都不辛苦 这些天主要都是王爷在照顾他 展天白惊讶到 端木里 湘灵回道 是啊 展公子你这一中毒 把王爷都急疯了 连朝都不上了 整天把自己关在藏书阁 给你找解毒的办法 御医调配的解毒药 也都是王爷亲自为你喝的 还有昨晚 王爷突然一个人跑出去 听世卫说 王爷是去了飘渺山 给展公子找解药 牧壁虽然见识短 但也知道飘渺山脉魔兽聚集 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王爷清晨才回来 浑身都是血 给大家吓坏了 文言展天白表面看起来 若无其事 心中滋味 却是复杂难明 他果然受伤了 而且伤得很重 他知道飘渺山脉 那里的巨齿魔灵 绝世高手都不敢贸然招惹 随后握紧拳头 他不知道端木里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继续玩弄自己 至于费这么多心思吗 王府赏武 端木里此时刚换好绷带穿衣服 贤哥突然敲门 进来便跪下说 自己因为朱凤的事 过来请罪 知道错了 贤哥一直是三人中 板子最小最没存在感的 这次竟然会出头救下朱凤 这让端木里很意外 于是便问他是准备好 替朱凤挨剩下的板子了 文言贤哥 把头埋得更低了 说自己不想挨板子 然后说他阻止侍卫 是怕真的把朱凤打死了 到时候王爷被皇上问责 皇上一只忌惮王爷 肯定想抓住王爷把柄 自己是不想王爷出事 才出此下策 端木里有些意外 没想到贤哥看似软弱无能 却这般伶牙利齿 然后便让他起来 说不追究这个事了 贤哥没有起身 连忙开心地抓住 端木里的铺腿败现 这时展天白突然来了 一下便看见了端木里 和抱着他大腿的贤哥 你知道男人之间的 宫斗是什么样的吗 可能不比女人差 不信你看下面这个绿茶 从端木里那里离开后 贤哥静止来到了朱凤这里 朱凤此时正趴在床上 眼泪不断地从眼中流出 看贤哥来了 眼泪更是止不住地上涌 声音哽咽 贤哥 你说那个展天白 究竟给王爷下了什么药 王爷那么喜欢他 自打我们进王府 王爷就没正眼看过我们一眼 我那么爱王爷 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贤哥温柔地摸了摸朱凤的头 别说了 我也没想到 王爷为了给展天白报仇 竟然要打死你 朱凤仍然眼泪不断 眼神充满感激地说道 是啊 如果不是你阻止侍卫 我可能就真的被打死了 这是应该的 我们都是被丞相挑选出来进王府的 我们是同伴 然后握紧朱凤的手 不过朱凤你也是的 以后不要再招惹展天白了 怎么是我招惹他 朱凤不服气地喊道 然后又止不住地咳嗽 我根本没下毒 是被王爷冤枉了 贤哥用力点点头 我相信你 但我自己相信没有用 大家都知道 你极度展天白 所以要下毒害死他 展天白也没得罪过其他人 除非 除非什么 朱凤睁大眼睛着急地问道 贤哥若有所思 除非展天白是自导自演 但是他应该不至于 为了害你牺牲那么大吧 这一下可真是提醒了朱凤 激动地喊道 怎么不至于 你说的没错 你看事实就是 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所以 我看 就是他自导自演 故意陷害我 这个展天白 好歹毒 贤哥竖起手指 放在嘴前 没证据的话别乱说 可是 可是 此时 朱凤感觉越来越委屈 捂着脸大哭了起来 好了 别再哭了 你好好休息 我改天再来看你 贤哥帮他掖了掖背脚 然后轻轻地推门离开 嘴角却微微翘起 宜香院门口 端木里的马车停了下来 刚拉开帘子 端木里便察觉到周围有一栋 有道黑影一傻过 塔尔人 他是一国王爷 皇上的老熟 却把敌国大将军 抓来做自己的男妾 本想 肆意玩弄折辱 然而没想到 自己 竟深陷勤网而不自知 这天 端木里 带着展天白特地 来向沈玉兰道谢 刚到宜香院门口 就发现有道黑影 一闪而过 看身形和动作 很有可能是塔尔人 然后便直接追了上去 只听嗖的一声 端木里翻入二楼回廊 然而走廊左右 却不见人影 这附近只有一堵高墙 大黑影的主人 应该就在二楼 只压 二楼的门突然开了 却是沈玉兰 推门走了出来 见到端木里 站在门口 表情有些疑惑 李王爷您这是 端木里见眉微醋 目光瞟向 沈玉兰身后的屋子 发现空无一人 沈玉兰表情 没什么变化 察觉到端木里的视线 赶忙伸手 邀请端木里进屋聊 端木里却是拒绝了 说自己跟展天白 一起来的 等下接他一起进来聊 听到展天白也来了 沈玉兰开心地问道 展天白的毒 已经解了 真是太好了 端木里说 得亏沈老板的药方 沈玉兰微笑着行了一 这都是玉兰该做的 而且 那药方不是我写的 我知道 端木里 斩钉截铁的声音传来 沈玉兰一正 忍不住猜想起来 难道 他们认识 想到隐墨呢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该不会是得罪过端木里吧 本王这次来 其一是展天白想 跟你道谢 其二是想 渐渐隐墨 听到隐墨 沈玉兰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 然后 表情有些哭笑不得 隐墨此时 并不在宜乡院 他说 自己听到了 阳光雨露的召唤 去拥抱大自然了 端木里有些无奈 这家伙 宜乡院楼下 展天白等了许久 才见端木里 从楼上飞山下 看来你和沈老板 相聊甚欢啊 端木里笑容玩味 你这是在吃醋吗 展天白 一脸不屑 我才没那么无聊 然后率先向李走去 那个塔尔人呢 没看到了 端木里摇摇头 按理说自己的速度 那个人肯定逃不掉 那么唯一能够让他躲藏的 肯定就是沈玉兰的房间了 他本是一国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没想到 竟沦为敌国王爷南妾 不但被其他南妾叫人打到兵死 还遭人暗算中了毒 命悬一线 昏迷中醒来 那个王爷竟然说 让他陪自己睡一会儿 什么也不干 换你你信吗 就在不久前 展天白突然来到端木里房间 却看到贤哥在抱着端木里大腿 贤哥 展天白不由地愣了一下 贤哥立刻低下头 一副汪然欲涕的模样 展天白 真是对不起 都怪我 那只人生 我和蓝沁本想给你补身体 没想到被朱凤动了手脚 不过 幸好你吉人自有天相 真是太好了 展天白摇了摇头 你不必自责 不是你的错 贤哥仍然低着头 感激地说道 展天白 你人真好 然后就告此离开了 当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贤哥的表情逐渐阴沉 眼神变冷 凝结着愈发浓稠的怨恨 找我有什么事吗 端木里问道 看展天白没说话 端木里有些不解 然后便听刷的一声 衣服竟然被展天白一下扯开 端木里大吃一惊 你这是做什么 展天白黑童盯着端木里胸前 别想歪 我只是看看 你伤得有多重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端木里问道 项林告诉我的 你一个人去飘渺山脉 用屁股想也知道 肯定不会毫发无损 端木里忍俊不惊 哼 你这算什么 刻意嘲笑我 学艺不惊的吗 展天白没回话 想到被锯齿魔灵抓伤的部分 不意愈合 一般金创药根本无效 然后便轻轻地解开绷带 绷带之下 皮开肉绽 深深地抓痕内 还在不断地往外渗出鲜血 端木里 看他一直盯着自己的伤口看 明模微秘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看着他深邃的双眼 展天白却从他眼底深处 捕捉到了强烈的期待 于是回道 你这人虽然蛮横霸道 卑鄙无耻 狡诈不讲理 但是 你为了我受伤了 担心你不应该的吗 将绷带缠好后 一下按在伤口上 疼得端木里 倒吸一口凉气 端木里捂着伤口看着他 你故意的吗 对 故意的 展天白一手插腰 居高临下地看着端木里 霸气地回道 却惹得端木里 忍不住扑扑笑了出来 房间陷入短暂的安静 看着端木里裸露的上半身 展天白不知为何 很想摸一摸绷带之外的皮肤 他已经多久没碰过端木里的身体了 却发现端木里 一直盯着自己看 瞬间羞红了脸 把头转向一边不去看他 看着脸色通红的展天白 端木里一脸温柔 你觉不觉得 你刚才那样说话 真的很不像的奴隶 那我像什么 端木里一把把他搂过来 放到自己腿上 趴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像本王的王妃 扑通 展天白心脏 猛地一跳 用力地推开端木里 拿一名醉奴寻开心 很有趣吗 醉奴这两个字 突然让端木里觉着十分刺耳 没错 自己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 要折断他的傲骨 踩碎他的自尊 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堕落 成为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奴隶 然而 从展天白脸上看到的受伤的神情 端木里只觉有一块巨石 压在自己胸口 帮我更衣吧 端木里画了个话题 看着展天白 为自己更衣的身影 端木里发现 现在似乎有什么不一样 一把搂住展天白 四目相对 看着他慌张的眼神 温柔地说道 别紧张 我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会硬癌的 就是想让你陪我睡一会儿 展天白听见了端木里的心脏 砰砰直跳 自己心里也是小鹿乱撞 你的话信得过 闻言 端木里嘴角微微翘起 一下公主抱起展天白 看着惊呼出声的绝美容颜 回到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然后便把他轻轻放在床上 另一边 贤哥离开后 却静止来到朱凤房间 朱凤 我来看你了 这个王爷太不知秀 竟想通过钓鱼比赛 让另一个男人多解锁几种 宜乡院内 风景独好的雅间 沈玉兰边为二人真酒边介绍 这是宜乡院祖传的桂花酿 展天白刚举起酒杯 端木里轻声道 这个很好喝 但只准你喝一杯 展天白不愿意了 大夫说了 我适当地喝点酒有助于活血化瑜 端木里单手 脱腮笑容玩味 没错 所以本王只准你喝一杯 三杯才叫适当吧 一杯半不能再多了 两杯 看着两人讨价还价 沈玉兰有点哭笑不得 看样子展天白恢复得很好啊 而且端木里对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好 两人的表情都不自觉地透露着发自内心的快乐 这时 沈玉兰说不要紧 这桂花酿到时候 我让下人送几坛到府上 等展天白身体好些了再喝 听沈玉兰这么说 展天白连忙道谢 沈老板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知该如何报答你 沈玉兰玩耳一笑 不用放在心上都是尹默的功劳 要谢的话 到时候尹默回来了你请他吃饭 话说沈老板 你和尹默咋认识的 端木里有些好奇地问道 沈玉兰脸色微红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有些滋滋污污 这个 尹默他 他是我们遗乡院的客人 端木里恍然 原来他们是这种关系 李王府内 展天白表情有些不情愿 端木里看着他问道 你是不是特别不想回来 展天白唇角微扬 却让出一抹苦笑 我 表现得有这么明显 端木里一把抓住白皙 且骨节分明的手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王府月牙湖旁 此时阳光明媚 微风徐徐 端木里和展天白人手 一个钓鱼竿 展天白凝视着弧面 他很久没有钓鱼了 端木里转过头 不如 我们比赛怎么样 听到端木里的声音 展天白 有些无奈地捂着额头 你这争强好胜的性格 连钓鱼都不放过吗 哼 端木里不经娃儿 回道 说的 好像你就不争强好胜似的 当初是谁啊 记仇 还小心眼 什么都想 跟我争个刀下 展天白却假装记不清了 我有吗 接着说道 那就 看看到太阳落山时 谁钓的鱼多 端木里觉得不错 可以 堵住是什么 展天白唇脚飞牙 这个嘛 就堵沈玉兰送来的桂花酿好了 我赢了 那些酒都归我 说完缓有些小得意 闻言端木里放声大笑 可以 但我赢了不要桂花酿 哦 那你要什么 展天白有些好奇 端木里 却俯身靠近 迎面扑来的雄性荷尔蒙 气息 无端撩拨着展天白心弦 展天白正想往后靠 上巴突然被端木里捏住 我赢了的话 我要你 低沉雌性的男低音 直击展天白心疤 展天白有些羞涩 脸颊微烫 拿开他的手小声嘀咕 就算你不赢的话 我也没办法拒绝你不是吗 文言端木里 却是眼底笑意更浓 凑到展天白耳畔 我要你 多解锁几种 展天白只觉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 两颊越发滚烫 估计都能落大饼了 然后羞怒地给了端木里 一胳膊肘子 惹得端木里 哈哈大笑 远处 假山后 看着这一幕的猪凤 气得浑身发抖 右手不自觉地用力 都快把准备送给端木里的花年蛇了 又是你 展天白 说完便怒气冲冲地 就朝湖边走 展天白你羞想一个人 霸占着王爷 突然 一只手从后面 抓住了他的肩膀 他本是一国将军 却沦为了敌国王爷男妾 不但被其他男妾叫人打到兵死 还遭人暗算中了毒 然而刚醒来没多久 那个王爷竟想通过钓鱼比赛 让他多解锁几种 远处假山后的猪凤刚想过去 突然 一只手 抓住了猪凤的肩膀 吓得猪凤刚要叫喊 却发现是贤哥 原来贤哥已经看出猪凤的打算 赶紧劝告让他不要去打扰王爷钓鱼 猪凤一听 就气不打一处来 凭什么 贤哥说你这样冲过去不行的 忘记之前挨的那顿板子了 猪凤一听板子 吓得缩了缩身子 不过还是委屈地说 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王爷了 贤哥温柔地摸了摸猪凤的头 让他先回去 说自己有机会会帮他劝王爷去看他的 猪凤顿时眉开眼笑 连忙感激地道谢 然而刚一转身 贤哥的表情却变得阴沉起来 风已经停了 柳枝不再摇摆 但是身后的树丛 却传出沙沙的声音 什么人 端木里眼神凌厉 一声吏喝 却看到 贤哥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地说自己 不是要故意打扰王爷钓鱼的 只是在湖边散步 看到王爷和展天白锤钓 所以想偷偷看一眼 端木里居高临下的冷着脸俯视着他 为什么要偷看 因为害怕打扰王爷的雅兴 我其实很喜欢钓鱼的 贤哥小声地说着 然后马上指着罐子里的鱼 兴奋地爆出各种鱼的品种 而后很自然地 就坐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你认得的鱼还真多 蛮厉害的吗 展天白称赞道 贤哥听到后嘴上 最谦虚地回应着 眼睛却偷偷地瞟向端木里 展天白看得出 贤哥更想听到端木里的称赞 只是端木里是个木的 到处乱看什么 你再不努力 可是会输的 端木里充满雌性的嗓音传来 温柔地说道 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坛子 展天白满不在乎 距离太阳落山还有段时间 到时候露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端木里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你很不服输吗 展天白也会给端木里一抹微笑 服输 你知道我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服输二字 好 端木里兴致勃勃 笑着回道 果然和你比是最有意思 坐在二人中间的贤哥 看着湖里的鱼 此时确实感觉自己好多鱼 刚想找个话题跟端木里搭话 就被端木里冷声打断掖了回去 贤哥瞬间表情黯然 便告辞回去了 展天白看着贤哥的落幕背影 问端木里 你不觉得对贤哥太冷淡了吗 端木里扭头看向他 那要怎样 你希望我对他热情 展天白没有回答 单手脱腮 却是在心里说了三个字 傍晚时分 夕阳西下 怎么可能啊 端木里惊叫着 展天白的鱼竟然比他的多 展天白一脸得意 我不是说了 最后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你别忘了 你可是本王的奴隶 端木里想拿身份来压他 谁知展天白一耸肩 一脸挑衅的表情 哦 王爷的意思是 叫我让着王爷啊 那王爷怎么不早说 你 端木里气得牙根直痒痒 看着面前的展天白 端木里仿佛又看到了他从前的样子 展天白从来都没有变 自己这么逼迫他 他都始终不曾堕落 还是那个一身傲骨 从不服输的展天白 想着想着 便把不满应景的大手伸了过去 一把把他抗在肩头 听着展天白的叫声 完全不予理会 哼 就算本王输了 也要多解锁几种 又是一个累傻小子的夜晚 这个男人本是一国将军 却没想到 沦为了敌国王爷南窃 还被解锁了好多种 四日中午 香灵过来帮展天白换香炉里的沉香 并告诉他 端木里今天朝中有要事 要晚些回来 展天白坐在床上硬着 此时他还有点虚弱 毕竟大病出狱不久 端木里又像傻小子一样 好像力气用不完 自己现在还腰酸背痛的 闻着香炉的味道 展天白感觉头一阵沉重 然后便陷入昏幕 转眼到了晚上 咻的一声 一个蒙面人窜入屋内 此时 朱凤走在院子里 突然听见咔咔两声 以为端木里 在展天白屋内 便想走过去瞧瞧 然而 却看到一个黑衣人窜出 定睛一看 竟然是掳走了展天白 他此时有点慌张 想着自己是不是得告诉王爷 接着表情突然阴沉起来 展天白出事 不是正合了自己心意 于是便进入展天白卧室 换上他的衣服 躺在床上 想等着端木里回来 自己好事情一次 深夜 端木里脱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 想着去看看展天白 发现展天白卧室熄灯了 于是便走进屋内 却看到床上被子骨骨的 脸也是埋在被子里 便叫了一声 但却没人应 端木里以为他不舒服 刚想伸手去掀开被子查看 突然一只手伸出 一下把他拽到床上 然后用被子 把两个人都蒙了起来 端木里一时有点懵 接着发现 那人用黑布蒙自己的眼睛时 手却是抖得厉害 不对 端木里突然意识到 这不是展天白 然后反手便抓住男人手腕 大喊一声滚开 一下把他甩向一边 竟然是朱凤 端木里顿时一种 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怎么是你 展天白在哪里 朱凤此时瑟瑟发抖地看着他 哦 我不知道 接着端木里 一把抓住朱凤尖头 用力地捏着 也不管朱凤的尖叫 一半夜三更 跑到展天白房间里 还躺在床上勾引本王 你说你不知道展天白在哪里 朱凤疼得受不了 只好说出实情 自己只看到有人 掳走了展天白 其他的一概不知 端木里冷哼一声 一把把朱凤拽翻在地 朱凤摔倒时 碰倒了旁边的油灯 灯油撒到了脸上 然而端木里却是焦急地 向门外走着 对后面朱凤的惨叫声 充耳不闻 此时他的心脏 仿佛被一只手用力地攥住 一种莫大的恐惧笼罩在心头 展天白 本王不准你出事 另一边展天白慢慢醒来 此时他只觉着头部 昏昏沉沉的 路眼一片漆黑 然而刚抬起手 便听到光浪一声 低头一看 冰冷的手铐 竟然锁在自己的手腕上 我这是 被锁起来了 这个男人 本是一位所向披靡的大将军 却沦为了敌国王爷男妾 然而 刚和王爷打完扑克 竟又被人掳走欲行 那大家都讨厌之事 又见面了呀 我的吃咽大将军哟 只听一声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竟是范老灯提着灯 慢慢地向展天白走去 所以南楚的丞相大人 把我关在这里 寓意何为 展天白声音清冷 面色平静 不见一丝慌乱 你的样子可真美啊 范妮没有答话 而是走上前捏起了展天白的下巴 由衷地赞叹其展天白的美 又变态地 闻了闻指尖残留的香味 满脸享受 展天白 做本相的人吧 本相保证 不会像端木里那样 把你当成男妾 只要你乖乖听话 本相会给你一个名分 保你吃香喝辣锦衣玉食 你看怎么样 展天白嘴角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然后一脸认真看着老饭头 表示很感兴趣 并问老饭头自己要为他 做些什么 老饭头一看有戏 立马兴致勃勃地坐到床边 本相希望你能在皇上面前 揭穿端木里 你以他整鞭人的身份 控诉他勾结塔尔人 意图谋反 这样一来 当初害你国破加散的罪魁祸首 就会被斩首示众 闻言 展天白低下头没有说话 表情似乎有些纠结 不知在想些什么 另一边灯火通明的李王府内 茶杯被重重地摔到地上 废物 给我继续去找 端木里面色猙獰地 大声斥责着一无所获的下人 下人们一个个都吓得瑟瑟发抖 怎么会找不到 展天白究竟在哪里 端木里自言自语着 此时他见眉紧促 只觉莫大的恐惧笼罩心头 感觉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 呦 端木里 突然的一声招呼 打断了平静 这个男人是像皇帝都瑟瑟发抖的王爷 却把敌国所向披靡的大将军 抓来做男妾 然而刚和大将军打完扑克 大将军就被人掳走了 此刻的他一筹莫展 呦 端木里 突然的一声招呼 打断了平静 抬头看去 竟然是尹莫倒挂在房梁上 端木里有些意外 尹莫 尹莫满脸笑容 听说 你去玉兰那里找我了 我特地来见你 感动吗 叫师兄 端木里淡淡地回了句 此时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展天白 然后 便见尹莫满脸不服气 不叫 反正你又打不过我 谁说打不过了 接着 两人就跟从前一起学医的时候 一样地争了起来 然而端木里实在是没心思争下去 一摆手说道 幼稚 我现在 没空跟你胡扯 走开 你怎么了 脸色很难看 尹莫关心地问道 当得知端木里在找人以后 却是一脸从容地盘起手 不就是找个人吗 看买你给男的 端木里立刻来了精神 哦 你有办法 只见一只毒蛇 从尹莫怀中 爬出盘在手上 尹莫轻轻地摸了摸舌头 小事一桩 阴暗潮湿的密室内 老饭头见展天白一脸纠结 继续许诺说只要事情办成了 甚至可以解除展天白的奴己给他自由 展天白嘴角微微翘起 丞相所言 的确是我所想 但是 接着面色一变 说道 一旦端木里被除 我这颗棋子 也就失去了效用 届时 丞相大人若是反悔 谁又能保证 我展天白的自由 和人身安全 说白了 你和端木里对我而言 又有何区别 你 老饭头蹭背一下 站起身 脸色瞬间冰冷地 看着展天白 看来你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我们合作 只是想拖延时间罢了 说完便去拿一个 同志的小东西 本相劝你 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里有的是 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的好东西 然后转过身一脸猙獰 又猥琐地笑着 嘿嘿嘿 想想你发出的惨叫声 我就心惯得不行了 说罢便一把 拽住展天白的衣巾 哎呀 求本相饶了你啊 大声求饶 本相就考虑饶你一命 然而 展天白 却是一脸比一的 嘲讽老饭头 这给老饭头气的 眼珠子一瞪 嘴里叫嚷着 一把攥住 展天白白皙的脚踝 然而还没来得及 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便听耳边 传来嘶嘶的声音 扭头一看 竟是一只毒蛇 眼中闪烁着 冰冷的幽光盯着它 吓得它大叫一声 往后一退 还把脚给崴了 然后刚蹲下 抓着脚踝惨叫 便马上停了下来 满脸的恐惧 因为又一只蛇 跑到自己面前了 接着嘶嘶声不断传来 一抬头 四面八方 都是毒蛇 太狗血了 这个男人 本是所向披靡的将军 结果沦为敌国王爷南妾 还被敌国 老色批成像卢走 就在要被老色批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实 展天白 一声急切的声音传来 展天白一抬头 只见端木里 飞速跑来 一把便 把它抱在怀中 然后赶紧上上下下的 查看着展天白 你没事吧 展天白赶忙 安慰到自己没事 哪里都没受伤 端木里揪着的心脏 这才渐渐放松 然后啪的一声 用魅力打碎手铐 温柔地把他抱了起来 看着这俩人 有点你弄我弄的意思 一旁的尹墨 倒是显着饶以的兴致 他还是头一次 见端木里这么着急 另一边 老饭头 已经被蛇裙围了起来 吓得一动不敢动 端木里转过头 满脸杀气地说道 尹墨 这个老不死的交给你了 尹墨一转头 立马摩拳擦掌地来了精神 哟 又是你这个糟老头子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薪仇旧恨 一起算 老饭头此时已经快下滩了 浑身颤抖着求饶 门外展天白 已经穿上了端木里的衣服 被端木里公主抱着 听着密室内的惨叫 问端木里 刚刚那个人 是他失地以没吗 是他驱蛇找到自己的吗 端木里此时 正沉浸在 失而复得的喜悦中 不想跟他聊别的男人 说道 明明是本王救你 你却问其他男人 展天白没说话 上马车的时候 却给了端木里个白眼 真不讲理 然而坐在马车上 偷偷看着端木里 又想到端木里 这么快就找到自己了 还不惜跟范宁翻脸 真的是因为 觉着自己是他的玩具 不许其他人觊觎吗 这时 端木里拿出一块香料 告诉他 这是昨天在他房里 燃着的香料 这个香料是翻波国进贡的 有制人昏睡的作用 不知道是谁动的手脚 然后展天白 若有所思的 妈撒着下巴说 翻波国吗 范宁和翻波国似乎有勾结 好像收了不少贿赂 还想以自由为诱饵 让我在皇上面前陷害你 端木里一听 马上急切地问道 那么 你为什么没同意 展天白转过头 不去看他 淡淡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没同意 范宁说得对 你与我有国仇家恨 你的双手沾满了我 姚国子民的鲜血 话还没说完 便被端木里一下 拔脸扭了过去 迫使自己跟他对视 然后自己就不能说话 只能发出 嗯嗯的声音了 端木里又趴在他的耳边 充满雌性的男低音 不断地冲击着 展天白的耳膜 继续问着刚刚的问题 展天白感受着层层气浪 不由自主地又嗡了一声 然后 看着端木里三分邪魅 七分冷酷的俊美面容 突然感觉这股皮囊甚是英俊 于是回道 大概是因为 你长得好看吧 听到这个答案 端木里顿时气血上冲 斯拉一声扯开展天白的衣巾 大片的肌肤呈现在自己眼前 展天白满脸羞红地看着他 你干什么 这是在马车上 然后 嗯 接着深夜 街头奔驰的马车上 传出展天白的叫喊声 走开啊 秦少 他本是一国将军 却沦为敌国王爷南妾 然而男生女相美艳不可方物的他 却好像把那个王爷整文献了 次日清晨 沈玉兰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账本 脑子里却是一直在担心尹墨 这时 尹墨突然回来了 还送给了他一个散发着珠光宝气的七彩葫芦 说是范老灯送的 他觉着这个东西 沈玉兰带上指定好看 沈玉兰一看这玩意儿 不是翻波国皇室的东西吗 老饭头有这个指定 跟翻波国有勾结 得赶紧汇报上去才行 李王府内 斩天白用力挥舞着手中的宝剑 一下一下地砍着眼前的大树 脑海里却是密室里 老饭头被自己动手的一幕幕 一阵屈辱涌上心头 若是从前 若是他恢复了内力 就老饭头这种 自己放个屁都能给他崩飞 于是握紧手中的剑 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强 突然 一只手抓住了斩天白的手腕 端木里关切地看着他 你怎么了 你身体刚恢复一些 这么着急练剑会让身体吃不消的 欲速则不达 你是习武之人 难道要我来教你 斩天白没说话 一下把剑丢到地上 转身走向屋内 端木里说得对 自己这副身体还能做什么 端木里刚要说话 发现斩天白差点摔倒 赶紧扶住他 有些担心地问他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自己说 斩天白缓缓地扬起眼帘看着他 你我二人 是可以互诉心事的关系吗 普通 端木里内心骤然一紧 无怒自危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纠结之色 斩天白以为他会反唇相击的 然而这表情倒让自己更加迷茫了 刚欲离开 端木里在身后却缓缓地说道 明晚就是小皇帝的生日宴 到时候文武百官 藩波国 塔尔等一族都会参加 你也准备一下 斩天白一愣 准备 难处小皇帝过生日 让自己这个败军之将准备什么 该不会 转过身 脸上却是有了些许怒意 难道我是生日宴上的愚性节目吗 什么愚性节目 端木里脸上有点笑意 然后解开披风递给斩天白 因为小皇帝喜欢热闹又要排场 所以允许臣子带家眷 你明晚随我去 斩天白一下 亚麻呆住了 非常难以置信 然后脸色微红地不去看他 我一个奴隶 算什么家眷 端木里笑意更浓 谁说不算了 然后抓紧斩天白双肩 让他面向自己 你不说 要一辈子侍奉我吗 夜晚的街道格外热闹 两人悠然地 在街道上向皇宫走着 你带我参加小皇帝的生日宴 就不怕我趁机刺杀他吗 斩天白有些细血地问道 端木里嘴角微翘 却是一脸自信 你若真杀了他 倒是给了我 顺理成章继位的理由 斩天白继续道 你可知 这话是大不敬 要杀头的 你就不怕 我去犯您那告状 闻言端木里 哈哈大笑 你去告啊 那我也告状 你告我什么 告你谋杀金夫 热闹的夜市 传出两人打情骂靠的声音 此时的烟花 仿佛比以前的更美 却不知这次的宴会 并不顺利 他本是一国将军 没想到 竟沦为敌国王爷男妾 还被老色批丞相 奴走差点失了身 被敌国王爷救回后 竟然可以以王爷家眷的身份 参加皇帝生日宴 李王爷道 随着一声悠长的喊声 端木里和展天白 慢慢地走在红地毯上 看着人群中的指指点点 和垂涎欲滴 端木里一把搂过展天白 向所有人宣示着主权 怎么 你们对本王的人有意见 随着这充满威严的声音传出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冷汗直流 展天白有些无奈 这是把自己当成了 他的所有物了吗 宴会开席 听着司主管弦 看着舞女翩翩起舞 场面热闹悲凡 突然塔尔的叶舅 和叶英开始阴阳怪气地挑衅 说男处的庆祝方是太娘嘛 并提议要鄙视摔跤 展天白一看这俩人就是来者不上 这时端木里翘起的嘴角 却充满危险的气息 笑着接下了他俩的提议 并问他俩 谁来跟自己鄙视 俩人一看说话的是端木里 立马面色凝重起来 开玩笑 跟他鄙视 那不就是打着灯笼捡大份 找屎吗 叶英立马提议说 这样不好 说自己和端木里 鄙视太正式 不适合这个场合 怕气氛会紧张 要不让他弟弟叶舅的老奴 来鄙视好了 男处众人一看对方 把一个老奴推出来 便骂声不断 这不就是在侮辱男处吗 端木里面色平静 表示可以 却趁机把范城向给推了出去 让老饭头来鄙视 老饭头此时 脸上还有以默的功劳 气得大叫一声 什么 这时塔尔两兄弟 也看向了老饭头 叶就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哥你快看 那边做了个猪头叶 接着两人便 一唱一和地嘲笑起老饭头 原来男处 喜欢用猪头做成像啊 给老饭头气蒙逼了 这时小皇帝 却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那就委屈成像了 这个王爷太坏了 竟然让自己国家的成像 和敌国的奴才比摔跤 原来这个成像 曾掳走他的男妾 还差点给霸占了身体 小皇帝知道 这是端木里 在为之前的事出口恶气 犯您大惊失色 皇上 然后意识到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便一甩手腕 硬了下来 端木里此时 也不忘再嘲讽一句 塔尔两兄弟一看 这男储将像果真不合呀 然后夜莺提议 为了让节目好玩一些 就三举两胜志 天蝎堵住做彩头 男储的富家子弟 听到后哈哈大笑起来 输了 就让你们给我们当驴棋 那若是 他们兄弟俩赢了 而让你们男储哥让北部五都三郡 给塔尔呢 天籁般清冷淡漠的声音传出 一时所有的目光 都看向那柔眉冷艳的展天白 刚刚说话的富家子下的破口大骂 然而两兄弟 却猜测出了展天白身份 这时夜莺走向小皇帝行了一礼 提出这次比试赢了希望皇上 可以赐一个美人给自己 哦 你要谁 小皇帝问道 他 夜莺指向了一个人 指尖正对自己 刚欲饮酒的展天白有些惊讶 这 没等小皇帝说话 端木里一声怒吼 夜莺手领 接着杀鸡不由的意思而出 展天白是我男储的战俘 是罪奴 不可拿来做赌注 展天白轻垂眼帘 他觉着端木里 这是在提醒自己注意身份 然而夜莺却是表示 难道战俘 比南楚北部的三都五郡更重要 他此时对展天白是志在必得 接着说道 如果几方输了 愿意搁让婉南达一半的金矿给南楚 皇上不会连个处置罪奴的权力都没有吧 南楚权贵都惊呆了 这赌注就大了 纷纷提议答应他 这时 老饭头一拱手 说自己会竭尽全力为南楚赢得金矿 这话说的 好像赌注已经定了下来 小皇帝也被推到了不得不同意的绝境之中 但是还是看向那仿佛要择人而世的端木里 皇叔觉着如何 他是让皇上都瑟瑟发抖的男人 然而此刻竟有人想拿他最宠爱的男妾做赌注 给皇上的生日艳天踩头 这不是耗子睡猫窝不知死活吗 此时面对皇上的问话 端木里面色平静 没有去看任何人 展天白是本王的人 若是皇上要拿本王的人做赌注 那么 届时本王只有陪展天白一起和夜阴首领回塔尔了 画壁手中的杯子却开始结成了冰 接着以端木里为中心 空气中温度骤降 地板已是晶莹一片 端木里嘴角勾起弧度 夜阴首领 一场鄙视两个人回去 不是更好 夜阴此时有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只能恨恨地咬出个拟字 没了下吻 小皇帝打着冷战 头发也是挂满了霜 他此时心里明白 如果他今天敢答应 那今天在场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玩完 于是赶忙说道 正所谓君子不夺人所好 要不然还是换一个赌注吧 夜阴也不敢再要展天白做赌注了 于是愤恨地说 要换成西北金门关 好 端木里斩钉截铁的声音传出 这可是吓坏了众人 金门关可是军事要塞 没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这端木里竟然毫不犹豫 就答应了 李王爷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 不敢忤逆端木里 小皇帝一摆手说道 比赛刚开始 范宁就被一顿摔 可是吃足了苦头 端木里喝着茶满脸的幸灾乐祸 提醒范宁 要是输了 丢了金门关可就是千古罪人了 老饭头咬牙切齿 都快气炸了 第二局开始 端木里喝着茶 指尖却有一股强劲的内力 隐隐而出 进入老饭头体内 老饭头只感觉轻轻一用力 一下就把对方给举起来扔出去了 第三局也同样如此 依然赢得轻而易举 框 叶英用力一拍桌子 脸色阴沉地喊着端木里 愿赌服输 叶英首领不过要反悔吧 端木里却是一脸优雅 而叶英此时也只能咬牙刃了 听着场中男杵人的欢呼 小皇帝表示节目到此为止 大家吃好喝好 展天白看着端木里 他不知为何 哪怕自己成了赌注 也是稳赢的局 端木里还要耗费内力震慑众人 感受到目光 端木里转过头说道 你好像一直在偷看我 展天白脸色突然微红 赶忙转过头不承认 然后随口说与其被端木里禁锢 还不如当成赌注被迎走呢 却没想到端木里 马上变得声色俱利 一把搂过他 怎么你对那个塔尔首领感兴趣 展天白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展天白也没想到 随口一说他反应这么难 便问出了刚刚心里的疑惑 却没想到端木里一脸正重 展天截铁地说 那不一样 听到这个答案 展天白眼中充满惊讶 这时燕兰进贡了一颗万寿丹 此丹药三十年才能练出一颗 具有延年益寿 治白病等诸多功效 非常神奇 展天白一听万寿丹 便想这个能不能治好自己的毒 于是跟端木里说自己要去 方便一下 皇宫里的养心斋 放着各种灵丹妙药 展天白悄悄地前了过来 刚要走过去 便听身后传来叶英的声音 回头看向叶英 不知为何他也在这 然而叶英却是快步走向展天白 让他别这么警惕 然后一把抓住激烈反抗的展天白 开始欣赏起他的泪质 并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展天白 在端木里身边 乖得像支架猫 难道端木里不应该是仇人吗 展天白却没说话 你们在做什么 愤怒的声音传来 两人转头看去 只见端木里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面色森冷可怖 仿佛要责任而逝 他本是威名远波的将军 没想到竟沦为敌国王爷南窃 此刻还正被别人上下棋手 而看到这木的王爷 却好像误会了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两人转头看去 只见端木里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面色森冷可怖 仿佛要责任而逝 走过去狠狠的一把把展天白 拽到自己身前 夜阴和端木里擦肩而过 扭过头一脸挑衅 做什么 这月黑风高夜深人静的夜晚 能做些什么 这话说的可就不清不楚了 说吧 又哈哈大笑起来 端木里可真的要气疯了 展天白刚要说话 便见端木里脸色黑的吓人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鬼斧 展天白卧室内 端木里一把掐住展天白的脖子 展天白 是不是本王对你太好了 你只不过是本王的玩物 敢敢给本王戴绿帽子 本王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本王这个词 端木里最近很少 在展天白面前用了 可以看出端木里 现在心情有多糟 展天白盯着他 眉头紧皱 你发什么神剑 我什么都没做 端木里相信了 可是一想到刚刚的情景 就有种难以遏制的恼怒 展天白是他的 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奴隶 于是刺拉一把扯开衣巾 然后狠狠地一把 把他推到床边 这一次 他没有再怜香惜玉 仿佛把他当成了泄愤的工具 展天白神情黯然 难道端木里 就这样看待自己的吗 这场战斗 持续了整整一夜 四日清晨 端木里 没有去早朝 起身后 静静地看着展天白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发丝 和昨晚的野蛮 简直判若两人 见展天白缓缓睁眼 扭头看向自己 送你一个东西 这是 展天白扭过头 看向盒子 万寿灵丹 你不是想要吗 给你了 端木里 却是一脸无所谓 仿佛送的是个大白菜 听着展天白 疑问的语气 端木里 穿着衣服说道 看你偷偷摸摸 也要得到这枚丹药 是觉着这丹药 能帮你驱散体内余毒 恢复内力吧 端木里 怕他失望 于是转头看他 表情细虐 可我问过燕蓝的使臣 这灵丹帮不了你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所以 你是为了向我证明 我身体无论如何 也恢复不了了 才给我要来这枚金丹吗 端木里 眼神中 却闪烁出错愕和失望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就当这么回事吧 然后告诉展天白 府里添了新布料 李管家找了新裁缝 等下过来 给他定制几套衣服 衣服做好了 带他去赏花 赏花 展天白有些错愕 嗯 是北陵神木 三千年才开一次花 宫里传来的消息 说这两天就要开了 端木里回到 展天白妈撒着下巴 他有些奇怪 像端木里 这样的男人 会跟孩子一样 因为赏花激动不已 但还是嘀咕了句 三千年才开一次花 的北陵神木 的确值得一看 我就知道 你一定喜欢 漫不经心的话语传出 展天白心头一惊 下意识地看向端木里 感觉端木里 是为了讨自己欢心 才带他去赏花的 感受到展天白目光 端木里仓华逃 还不忘咳嗽两声掩饰内心 选好布料后 李管家便出去了 让裁缝给展天白两尺寸 看着裁缝 展天白正疑惑这人模样 怎么有些奇怪 却突然见裁缝跪了下来 声音悲弃而颤抖 大将军 他本是威名远波的将军 没想到 竟沦为敌国王爷南妾 在经过王爷一夜的摧残后 此刻竟有人跪在他面前 喊他大将军 展天白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苍老的老人 声音哽咽 包不平 是你吗 包不平连忙称事 眼眶泛红 说自己听说展天白在这 便乔装易容混进来 今天是来带他走的 展天白 让他起来后 包不平声音激动 大将军 我们还有希望 只要你还在 我们姚国就有希望 展天白平静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对我一片忠心 但这样的话 以后不要再说了 看着一脸疑惑的包不平 展天白继续道 姚国已经覆灭 我非皇室后裔 甚至算不得姚国人 弹劾复国 然后 声音变得激动起来 就因为我是一族 哪怕一声戎马 为姚国抛头颅洒热血 最后换来的 却是一杯赐死的毒酒 和满门抄斩 是的 真正害他致死的人 不是端木鲁 而是摇紧帝 包不平连忙道 大将军 我知道你恨摇紧帝 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人 是你 你们 除了你还有人活了下来吗 展天白有些惊讶 包不平说 还有五十多个兄弟 侥幸活了下来 现在大家效忠的人 只有大将军 大将军家人 被姚锦逼杀了 这五十多个大将军 带出来的兵 愿做大将军家人 展天白有些感动 口中难逆 家人 然而回忆中 却是全家 被送上断头台的银沫木 展天白痛苦地 揪住胸口 声音有些激动 我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 根本没办法保护你们 他怕剩下这五十多人 会相继步入前人后尘 便让包不平 不要再想着复国了 希望他们 可以隐姓埋名 平凡安稳地过日子 然而包不平 一把睁开展天白的手 眼眶通红 愤愤不平 表示不可能 总会有办法 让他好起来的 他们要一起杀了端木 展天白刚要阻止他 突然李管家开门进来 催促他们快点 两尺寸的包不平 连忙称事 然后在展天白耳边 悄悄说道 他们一定会杀了端木 救他出来 展天白 只能无奈地 目送包不平走出房间 转过身 感觉心里七上八下的 心到千万不要做傻事 两日之后 李王府 请 展天白照着镜子 身后传来端木里的声音 传得这么素 给外人瞧见了 还以为本王虐待你 看着给自己 披上红色大褂的端木 你还少虐待我了 端木里 却是老不正经 哦 你说在床上 然后 从后面抱住他 早就是本王的人了 还这么害羞 闻言 展天白陷入思考 他的人吗 他的奴隶 还是 别的什么 看展天白 有些心不在焉 端木里问他这两天 怎么总心神不宁的 在担心什么吗 想起包不平愤恨的模样 展天白一时 不知该如何解释 只好说自己没担心什么 端木里看着展天白 心事重重的样子 撒谎 见他不回话 便没在追问什么 说明早去北陵 今晚先去礼部 尚书家赴宴 今天就先饶过他 看着端木里的背影 展天白想跟端木里 说这个事情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夜晚端木里 及时在去王里 布尚书家的路上 突然窜出一人 拦在马前 却是朱凤 他此时大声道 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 端木里面色不悦 你怎么来了 本王不想看到你 朱凤低下头藏住 被烧伤的半张脸 说此事和王爷 身家性命有关 请王爷务必 听自己细说 端木里脸色一沉 眸光锐利 身家性命 这个男人是让皇帝 都瑟瑟发抖的王爷 却偏偏好难 然而 当他准备带自己 最爱的男妾去赏花时 却被人告知 他最爱之人 欲取他性命 端木里脸色一沉 眸光锐利 身家性命 好本王听你说 但如果你胆敢刷本王 本王就毁了 你没被烧伤的 那半张脸 听闻此话 朱凤下意识地 捂着烧伤的脸 忍不住颤抖 然后道出事情经过 原来侍贤哥 来找他跟他说 在内务府听到了 展天白和旧部密谋 杀害端木里 询问他该怎么办 他当即便保证 即使豁出去性命 也要让王爷知道真相 晚上王府内 服下万寿丹的 展天白精力充沛 还没有睡意 便在纸上画着什么 咻 一支箭带着纸条射了进来 转头看去 上面赫然写着明日 当心 四个大字 看着手中的纸条 是包不平 想起明天 是他和端木里 去北陵看花的日子 展天白知道大事不好 这五十几个人 可能要去刺杀端木里 那根本就是送死 于是烧毁纸条 赶忙向门外走去 想找办法阻止他们 然而还没推门 质押 门却被一股蛮力推开 接着便看到 一身酒气的端木里 走了进来 神情有些不对 问展天白想去哪 展天白心虚地回到 没想去哪 只是想开窗透气 下一秒手腕突然被抓住 然后便见端木里 一脸冷卧 哼 展天白一脸费劲 叫了声端木里 然而却被一把重重地 甩到床上 你发什么酒疯 展天白怒目而视 耍酒疯 端木里冰冷地 看着倒在床上的展天白 然后便扑了过去 不要 你答应过我今晚不碰我的 展天白大惊失色地说道 嗯 端木里眉毛一条 嘴角挂着邪思魅惑的冷笑 本王就是食言了又如何 你 嗯嗯 刚要说话嘴边被堵住了 然而展天白想跟端木里说包不平的事 端木里却是根本不听 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 展天白无力地睁开眼 昨晚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摧残 端木里此时穿着衣裳 还躺着干什么 起来去赏花了 低沉雌性的男低音传来 看着端木里 不知为何 觉得他突然变得冷漠了 然而想到包不平 展天白还是不放心 于是 有些哀求地说道 昨晚折腾得太厉害了 我身体吃不消 要不 我们换一天去赏花怎么样 不行 就今天 端木里斩兵截铁地说道 可是 没有可是 去换衣服 端木里此时眼中没有半点温度 展天白发现 今日的端木里 整个人都比平时冷淡了 他此时一头雾水 用力地抓紧床单 这不是平素的端木里 北林花开 花香四溢 端木里的马车停了下来 到了 下车吧 端木的声音传出 撩开帘子 展天白脚下一软 一下扑到端木里的怀里 这是故意给本王投怀送抱 端木里冰冷的声音略带嘲笑 展天白抬头看着他 心中滋味难鸣 端木里又开始自称本王了 这是要故意拉远两人间的距离 提醒自己注意身份吗 走在后面 展天白左顾右盼 害怕包不平他们出现 端木里发现了他的异样 转过身冷漠地看着他 怎么心神不宁的 不喜欢吗 他本是姚国威名赫赫的将军 结果却沦为敌国王爷南窃 而当他那颗复仇的心 要被王爷慢慢融化的时候 却被误会自己要联合救护 刺杀他 端木里发现了展天白的异样 转过身冷漠地看着他 怎么心神不宁的 不喜欢 展天白有些心虚地看着端木里 喜欢很漂亮很香 看着赏花的展天白 端木里眼神复杂 捡起落在展天白尖头的花瓣 放在手中 你就好像本王手中的花瓣 听到端木里的话 展天白一震 总感觉他这话好像在隐喻什么 听着呼呼的风声 展天白好像明白了什么 内心一阵不安便拉着端木里 说要回去 而端木里却问他为什么这么急 展天白刚要说话 便听轰的一声巨响 冲啊 然后包不平便带人冲了出来 看着端木里一声冷哼 展天白意识到大事不好 别忙大喊 不要 不要过来 然而转头看去 端木里雄厚的内力 已经释放粗体外了 然后便见所有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动 展天白看着此番情景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端木里转过头 把手放在展天白的侧脸上 眼神中满是失望 这就是你想要的 想要杀了我 展天白此时 终于意识到端木里恼怒 是因为觉着自己串通别人埋伏他 便问他怎么会这么想 这时包不平大喊一声 然后带人又冲了上来 展天白一看 连忙阻止却根本来不及 只见端木里冷哼一声 一群乌合之众 说罢蓝色剑气 不断从体内释放而出 然后便见大家应声倒地 惨叫声不断传出 不 看着昔日的战友们不断倒下 哀嚎不断 展天白大喊着冲了过去 此时端木里正准备 最后一击了结他们 却渐渐展天白挡在他们身前 大喊着让自己助手 雄厚的内力 在击中展天白的前一瞬停了下来 端木里气得咬牙切齿 此时他怒火中烧 一把掐住展天白的脖子 举了起来 好你各展天白 自己死到临头 还护着这个逆贼 你当初是如何向本王发誓的 展天白此时快要窒息了 刚痛苦地说出端木里三个字 便听到马蹄声渐渐临近 却是一伙举着高字旗帜的兵马赶了过来 随之而来的是 高南风阴阳怪气的声音 丽王爷别来无恙啊 接着一脸玩味 呦 这不是那个 遗乡院里的头牌 一叶值千金的花魁吗 跟着咱们的李王爷 可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啊 不准你这么说吃咽大将军 突然一名姚国士兵举刀 冲了过去 只见高南风长枪一挑 刷的一声 枪头便刺穿了那名士兵的胸膛 鲜血染红了一地的花瓣 展天白乌黑的毛子煞石 变成两颗红宝石 漂亮 高南风一脸得意 我这回终于见到一组美人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们拼了 此时包不平再也忍不了了 率先带人向高南风冲了过去 见此情景 展天白嘶吼着 包不平 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然而 此时高南风一伙人 也一脸残忍的骑马 向包不平冲了过去 突然一阵强大的内力袭来 包不平一伙人被阵挡在地 高南风胯下的战马也是慌了神 差点把他甩了下来 立王爷这是何意 高南风怒怒而逝 只见端木里 此时正缓缓地收回内力 这个男人太可怜了 他本是威名赫赫的将军 结果竟能为敌国王爷男妾 还被其他男妾叫人打至兵死 又被人下独命悬一线 而当他复仇的心要被王爷的温柔 慢慢融化的时候 却被王爷误会要刺杀他 此刻的命运 仅凭王爷一念间 高南风差点被端木里 用内力把自己从战马上甩下来 转过头怒目而逝 李王爷这是何意 端木里眼帘一番 表示本王再帮你压制乱党 你都看不出来 高南风冷笑一声 长枪指向端木里 言语中却是想诬陷端木里 勾结乱党意图谋反 端木里眉头微醋 语气冰冷 高将军若是瞎了 本王准你辞官告老还乡 你 高南风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 这种是端木里 不承认他也没办法 然后话锋一转 矛头指向姚国士兵和展天白 他们密谋不轨 其罪当诸你总要认吧 展天白紧握的拳头 微微颤抖 听着端木里冰冷地 质问自己当初的誓言 展天白低着头 意识到自己 说什么都没用了 接着转头看向端木里反驳道 我没有誓言 我跟在你身边没有离开 就是信守了承诺 至于包不平的埋伏 我没有理由告知于你 端木里 你别忘了你 我从始至中都有灭国之恨 啪 清脆的耳光 响彻半空 被打碎的 还有自己的那颗心 是的 展天白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想激怒端木里杀掉自己 此刻的他已经心如死灰 想要死了一了百了 然而 端木里却转过身走开了 没有杀他 这时 高南风起码走了过来 一脸邪恶地提出 若是端木里 不管展天白 他可以接手调教 端木里冷冷地 瞥了眼展天白 有何不可 既然高将军 喜欢本王玩剩下的破烂 就拿去好了 展天白瞬间贪坐在地 眼中充满失望和震惊 他没想到端木里 真的把他抛弃给了别人 这个男人本是 威名赫赫的将军 结果 竟能为敌国王爷男妾 就在不久前还备受宠爱的他 此刻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牢房内 一身红衣的展天白嘴角流血 被悬空吊了起来 高南风手持皮鞭 正在言行逼供 是谁指使你联系姚国 就不行逆反之事的 高南风没想到 此次范城向传来的消息 还挺准确 现在刚好可以通过 展天白诬陷端木里谋反 拉他下马 没有人指示 展天白虚弱地说道 他 又是一皮鞭 展天白咬牙忍着疼痛 被抽碎的衣服下 已经体无完肤 面对高南风不断地酷刑加身 让自己陷害端木里 展天白声音虚弱 却是一直不肯屈从 他 又是一耳光 然而脸上的疼痛 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心中的刺痛 神情愈发痛苦 鲜血滴答滴答地滴在地上 他展天白一直都有遵守诺言 是端木里 让自己失望 昏暗的牢房内 啪啪的皮鞭的声音 不断传出 一颗药丸被强行塞入嘴中 高南风剑斩天白死也 不肯开口 便想了个更恶毒的方法 他要让下人们 对展天白展开轮番伺候 看着慢慢逼近的下人 和慢慢躁热的身体 展天白面露绝望 啪 茶杯被虫重地摔到地上 端木里感觉心如刀脚 不断地问着为什么 为什么要背叛我 端木里表情逐渐变得扭曲 捂着脸哈哈笑着 接着却又不断自我安慰 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死了就死了 这时敲门声响起 蓝沁的声音传出 端木里印象中 蓝沁从未主动找过自己 以为是和朱凤一样 来传递特殊消息的 便让他进来了 然而 蓝沁却是端来了一碗 金莲玉带羹 说为端木里做的 端木里脸色难看 问他为什么做这个 蓝沁说 因为今天读书 读到一则典故 是女子未遭小人 诬陷下狱的夫君做的 金莲象征耿直高洁 而玉带又是无悔草作的 女子希望夫君能够坚定出心 不要屈打成招 无论如何都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 因为一旦后悔 往往就没法弥补了 话刚说完 端木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没想到南楚第一人 冷面王爷端木里 也会为情所困 刚抛弃自己的男妾 就痛苦的无以复加 当蓝沁刚说完 端木里蹭的一下 就站起来了 蓝沁表情一过 王爷 血见端木里没有答话 大不留心的向外走去 看着手中的汤羹 蓝沁长出一口气 似乎还有点作用 就当作是我对你的一点回报吧 原来蓝沁曾打翻过墨汁 弄脏了展天白 准备参加皇帝宴会的礼服 而展天白不但没有责怪 还让湘灵不要告诉端木里 蓝沁知道这是一旦被王爷知道 最少要被打个半死 内心当中对展天白随即 也生出感激之情 牢房内 展天白虚弱地趴在地上 疼痛和燥热一同侵蚀着自己的身体 他此时浑身颤抖 声音断断续续地索要着解药 却被告知这种药根本没有解药 只能通过打扑克来驱散毒性 展天白眼神逐渐迷离 开始喘着粗气 颤颤巍巍地把手伸向高南风腰间 高南风以为他想求自己打扑克来活命 便开始嘲笑 然而展天白却一把握住他腰间的匕首 啪得一下拔了出来 吓了高南风一跳 展天白颤抖着拿着匕首 却是眼神坚定 要我求你 还不如要我死 说罢便一把刺入自己的右腿 展天白死死地盯着高南风 高南风也一脸震惊 没想到展天白竟然倔强至此 不惜自伤 然而惊醒只是暂时的 身体又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眼神中清明逐渐退去 却好像听见端木里焦急的声音 难道自己还放不下他吗 这个男妾太悲惨了 刚被男储王爷端木里抛弃 就被人下的那种药 此时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眼中清明也逐渐退去 突然隐约中却好像听到了端木里的声音 然后便见端木里一手掐着侍卫的脖子 一手运用内力把高南风打翻在地 然后眼中的端木里便开始焦急地喊着自己 端木里 他怎么来了 可能是错觉吧 想着便昏了过去 一只手快速伸出 端木里扶住了快要倒下的展天白 看着他浑身已被鲜血浸透 脸色苍白 微柔地把他抱了起来 表情中却是充满了自责和心疼 李王爷这是何一 那可是勾结乱党刺杀你的主犯 你说过要交给我审的 高南风的声音传出 端木里转过头 怒瞪高南风 仿佛要吃了他 本王后悔了 本王要亲自审讯他 闻言高南风却是瞠目结舌 堂堂李王爷竟然说自己后悔了 李王府内 端木里帮展天白包上了纱布 看着他满头大汗和不断发出的哼哼的声音 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 关切地问他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却被展天白一下把手拨开 虚弱地说着不 端木里恍然 展天白是被灌了那种药 可现在药性散开已经解不了毒了 这时展天白从床上强行支撑起身体要离开 却被一下又按了回去 此时端木里只能使用人工物理解毒法了 感受着唇间传来的温热 展天白意识又慢慢模糊起来 他以为是高南风在碰自己 于是 哈 端木里挨了狠狠一耳光 把你的脏手拿开别碰我 端木里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我还没追究你和姚国乱党刺杀我的事 你居然还骂我脏 好啊 既然你嫌我脏 那就让本王把你弄得更脏吧 咱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弄得更脏 我猜可能是吐吐沫吧 这个男人太坎坷了 刚被人下了那种药 就被王爷进行了人工解毒 浴火焚身中 还给了王爷一巴掌 然后就被王爷丢到柴房里了 次日 柴房内 展天白被重重地丢了进去 随即管家声音的传来 展天白被贬为了最低贱的下人了 以后只能睡柴房 而朱凤被要求搬出柴房和下人一起住 朱凤看着还在昏迷的展天白 面色复杂 然后展天白慢慢清醒了 才发现这里是李王府的柴房 自己真的被端木里救回来了 看着手掌 原来昨天吃巴掌的是端木里啊 可是转念一想 事到如今是谁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时整理一物的朱凤回头 看着他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端木里那么喜欢他 他还要害端木里 展天白却是自嘲地笑了笑 喜欢 他那不叫喜欢 文言 朱凤却是面露不快 展天白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现在这样也是咎由自取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 被朱凤指责 展天白无言以对 收拾衣物时 看着手中的商药 朱凤陷入回忆 那时他被烧毁了半张脸 住在柴房无人问津 只有展天白叫香菱送来了平去八样 心里这关有些过不去 便坦言相告展天白密谋行刺之事 是自己告密的 展天白有些惊讶 朱凤是怎么知道的 而高南风也是掐准时机带兵过来 也很可能 朱凤在临走前想了想 还是傲娇地劝告他要赶紧去找端木里 求劳认错 看着朱凤的背影 展天白咽下了苦涩的唾液 转眼距离行刺之事已经过去五天了 此时端木里心不在焉地带走在院内 突然眼神一变 冷声道 谁 出来 这个男人太坎坷 他本是威名赫赫的将军 结果沦为敌国王爷南窃 被王爷抛弃后 又被人下了那种药 然后被王爷救回后 又给他进行人工解毒 充电的时候却说王爷赃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就被丢到了柴房 这天端木里心不在焉地走在院内 突然眼神一变 冷声道 谁 出来 却是看到展天白走了出来 看着展天白消瘦的身影 端木里震了一下 随即隐藏起心底的心疼 语气冰冷 你来做什么 转过身继续说道 就算你现在来求本王爷已经晚了 看着端木里的背影 展天白觉着五天过去了 他应该消气了 于是便说自己是来求他放过包布瓶的 瞬间 端木里脸色难看至极 给本王滚出去 说罢便向屋内走去 然而展天白却不肯罢休 焦急地向端木里跑去 拉起他的手 你手里握着包布瓶的命 就等于掌握了摇脖残党 他活着比死更有用 然而端木里却是毫不在意 转过头面色恐怖 本王若是叫他死呢 看着正在原地的展天白 端木里失望至极 一把甩开他的手冷笑道 所以你隔了五天 来找我就只是为了那个姚国余念 既然你这么惦记 你的好兄弟 好啊 刺杀王爷的罪名 总得有人担 你舍不得他 可以带他受罚 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他而死 端木里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只要展天白肯画清界线站到自己这边 就原谅他 然而却听扑通一声 展天白跪到地上 念路坚决 我愿意带包布瓶受罚 无怨无虎 端木里怒急 好 好一个爱兵如子的赤艳大将军 随即转过身不再理会展天白 那你就跪死在这 向本王忏悔吧 罗毛般的大雪落在身上 展天白心中刺痛 回应道 是 这个男人本是威名赫赫的将军 结果 沦为敌国王爷男妾 不久前 被王爷抛弃险些 被轮番充电 好在又被王爷及时救回 此刻他正跪在雪地里 恳求王爷放过他昔日的战友 一日后 王府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 展天白 也整整跪了一天一夜 端木里 有些不放心 于是打开门 远远地望着他 却见展天白身上 积了一层厚厚的雪 身体摇摇欲坠 目光呆滞 随即眼皮一沉 便一头向前栽去 展天白 见此情景 端木里焦急地大喊着 然后快步走了过去 接住了栽倒的展天白 然而触手 却是冰囊的身体 和从未有过的骨感 端木里瞬间如坐冰窟 卧室内 展天白 缓缓睁眼 吃力地撑起身子 发觉自己是贵婚过去了 然后掀开被子 刚要下地 紧接着面露惊恐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腿没知觉了 此时 端木里 端着药缸开门 却听扑通一声 展天白 从床上栽了下来 嘴里念叨着自己的腿 端木里 剑步冲去 一把抱起展天白 却见展天白 面露惊恐地质问着自己 端木里 你把我的腿怎么了 端木里面色难看 玉依说 你的腿之前受了伤 又严重动伤 已经 展天白瞬间面露绝望 我的腿 废了 然后 一把推开端木里 不可能 接着浑身颤抖地 敲打着地板 是你对不对 是你怕我逃走 才把我的腿弄成这样 对不对 端木里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现在 居然连我的双腿都夺走 而端木里 从身后一把抱住他 心脏抽筋式的疼 安慰说自己 一定会把他治好的 距离醒来 已经十天了 展天白 喝着香菱送来的药 看着不知道 递多少位的太医离开 展天白 对自己的腿 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 借故说要太苦 让香菱去拿蜜剑 支开香菱后 展天白 轻受惨白的脸 毫无表情 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静止地就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没有一丝犹豫 掌风袭来 手中的匕首 阴声而断 接着传来端木里的喊声 住手 下一秒 端木里已经冲到 展天白的面前 抓住他的手 你在做什么 然而展天白 却像疯了一样的反抗 歇斯底里 你放开我 让我死 端木里 你让我死 接着却被端木里一下控制住 躺在床上 展天白心如死灰 眼神绝望 我已经变成了双腿残疾的废人了 你还不肯放过我吗 看着展天白 端木里眉头纠结 强烈的悔意 侵蚀自己的内心 我都干了些什么 居然让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猛然间回想起了 从前的展天白 那时的展天白英姿撒爽 一身傲骨 嘴角透露着笑意 眉宇间透露着强烈的自信 而现在 想到这里 端木里心疼的一把紧紧地抱住展天白 是 本王是不会放过你的 永远不会